朱云雀的眼睛盯着张义的毛子 没有丝毫的退却 她反问道 既然你都可以带着你的女人上船 让她享用和你一样的待遇 那我为什么不可以 所以我要求 苏暖熙的生活标准 也要跟我一样 张义盯着她 起码沉默了四五秒钟 忽然她问道 你叛逆期了 你 你什么意思 我只是在提出正当的要求罢了 张义也不多说废话 那好 我同意你提出的要求 朱云雀和苏暖熙的眼睛 顿时亮了起来 二人对视了一眼 止不住地欢心雀跃 朱云雀心道 不管怎么说 你还是要给我点面子的 张义看向厨师 从今天开始 把朱小姐的伙食标准 降低到与苏那个谁一样的标准 一瞬间 在场的所有人全都傻了眼 都被张义的 这番骚操做给雷的外交理呢 朱云雀是谁 那可是江南大区最高统帅的亲侄女 张义就这么把她的伙食标准给降了 苏暖熙目瞪口呆 原本以为自己的哭诉有了回应 可以吃上更好的食物了 将来可以通过这个口子 提出更多的要求来 谁能想到 张义把朱云雀的伙食标准给降低 这么一来 她反倒是不好提要求了 朱云雀眼睛瞪得像同龄 右手食指指着张义 久久说不出话来 看样子 你对这个决定也很满意 都默认了 那好 从今天开始 就这么办 张义给老田和厨师使了个眼色 然后扭头就走 船上都是她的人 虽然也会照顾一下朱云雀的面子 但张义一发话 他们肯定得听 本身他们也不喜欢 哭哭闹闹的苏暖西 这下子正好 张义 张义刚刚离开厨房 就听到一声刺耳的叫喊声 朱云雀真的是破房了 她甚至忘记了和张义的约定 不要在外面暴露张义的名字 这个做法 让张义皱起了眉头 张义 你给我站住 你这么做 到底是什么意思 朱云雀不管不顾地 走到张义面前 气冲冲地瞪着她 你是在故意耍我吗 张义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一句话都没有说 可是她的眼神当中 那种不以为然的慵懒之意 已经消失了 一股可怕的威严出现了 她的手里杀过不知道多少人 因此 当她不刻意伪装的时候 那种杀意 便会自然地释放出来 朱云雀原本在气头上 这下子 却如同被一盆冷水当头浇下一般 瞬间清醒了大半 后背的汗毛都立了起来 你 你这么凶干嘛 明明是你不讲道理在先 我是来跟你讲道理的吗 张义反问 你爱听就听 我爱听就滚远点 我可不关着你的大小姐脾气 如果不是给你大伯面子 你以为我想吊娘 你那么厉害 一开始就 别跟我 你自己出海啊 张义一脸嫌弃地看着她 张义的声音不大不小 但所有人都能听到 朱云雀的脸顿时红温了 张义这么做 无异于当着众人的面 打她的脸 苏暖西也吓得把头埋低 不发一言 张义冷冰冰地说道 不要再有下次了 如果再犯 我就把你关进屋子里 回到陆地之前 都不会允许你出来 朱云雀知道 张义说的是什么 在外面暴露她的姓名 是大忌 好在沿流岛这些人 消息闭塞 并没有听过 她江南沙神的名号 要不然 张义不知道 自己会采取怎样的手段 来避免自己出海的消息暴露 叫你名字是我的错 不过你也有错呀 朱云雀似乎有些被张义吓到了 语气都变得温柔起来 她开始试图 跟张义讲她的道理 你能带上周可尔上船 我找一个助理 帮我带孩子 你却推三左四的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朱云雀倔强强地昂着脖子 不服气地问道 张义冷笑着反问道 我就是对你有意见 又怎么样 朱云雀 张义毫不客气地说道 我带谁上船 你大伯朱正都没有意见 怎么你迫失那么多 你更年期啊 你以为我们是什么关系 我凭什么要惯着你 因为你是朱正的侄女 不好意思 如果你继续在这里 耽误我执行任务 按照大区的条例 我完全可以做主 对你进行处置 朱云雀被张义的气势吓到了 他真想跟朱正告状 说张义欺负他 可是仔细一想 这么做 不仅不会让张义有什么损失 反倒会让朱正骂他一顿 朱正不是个宠溺后辈的人 因为这么一件小事 就跑去找他打小报告 只会让朱正狠狠批评教训他一顿 朱云雀咬着嘴唇 握紧了拳头 心里面畏惧了三分 表面上却不肯彻底服输 哼哼 原来你这位队长 只是个假公祭司的家伙 你就是对我和苏暖西有意见 所以趁机报复我们 就算不同意我的要求也就罢了 你又何必阴阳怪气地戏弄我 这样 你觉得很有趣 张义被他气笑了 呵呵 假公祭司 你是不是以为我很闲啊 金峰号三层148口 是在我的肩膀上担着 他质问道 你以为船上 这些人那么听话 他们不会因为我们就走他们而感激 即便短暂地会有这种念头 但后面他们就会认为 官方派来救走他们的行为 是理所当然的 然后他们就会开始挑剔 然后他们就会要求 得到更多的好处 今天你在这里开了一个口子 让杏苏的小娘皮 来到上层仓居住 给他优渥的生活条件 那么下一步呢 是不是 还得照顾他的其他方面需求 什么都按照你的标准来 其他人见到这些 心里能没有想法吗 别人我不管 就说李宗玉夫妻二人 他们是我们此次行动的 主要救援对象 人家就一直住在中间层 如果他们也提要求怎么办 如果他们闹事怎么办 张义眯起了眼睛 我很害怕那样的结果出现 你明白吗 经过的张义的一番解释 朱云雀慢慢意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 不换管换不均 一开始或许不会体现出来 但是不公正 会日积月累地酿成大问题 我 我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想给自己找个伴 也没想给你添什么麻烦 张义吃笑了一声 真不容易 你能明白 不然的话 我真的很害怕这条船上乱起来 啪 朱云雀诧意地望着张义 你也会害怕的吗 他可是明文侠尔的战神啊 石月以及轮回小队一战之后 他成为了整个暴雪城的英雄 口碑一度超过了邓神通 与当初的高长空 他也会怕的吗 张义点了点头 他的眼眸中掠过一抹云淡风轻的冷意 我怕杀那么多人 会弄脏我的船 到时候打扫起来麻烦 他看着朱云雀 声音不带任何感情 我这个人对生活环境还很挑剔的 血腥味太重的话 影响睡眠质量 朱云雀突然感觉毛骨悚然 从张义的眼神当中 他看到张义不是在开玩笑 如果船上的人让他感觉到麻烦 他真的会毫不留情地动手杀人 张义说服了朱云雀 让他明白过来 自己这种举动可能会带来多大的麻烦 虽然心中对张义的态度有些不满 可他也非完全无脑地傻白甜 到底出身于那样的家庭 还是有些见底的 于是他说道 那好吧 就让苏暖西和船员们一起吃饭好了 以后不会对他特殊对待的 张义笑道 那怎么行 他脸色一素 指着朱云雀道 他可没有资格吃船员餐 以后吃饭的时候 就乖乖滚回下面去 当然了 如果你不介意 少吃一点 可以分一部分给他 但是作为惩罚 一个星期以内 你的伙食供应 都得按照严流团的标准来 张义可没有那么好说话 除非是对自己家里的人 而对外人的话 他软硬不吃 可不是朱云雀服个软 他的态度就能改变的 朱云雀气呼呼地说道 好好好 就按你说的半型了吧 他生气的不是张义的行为 而是态度对他的态度 照这个样子下去 朱镇安排给他的任务 怕是遥遥无期了 他的心中也很惆怅 为什么以他的魅力 拿下一个仓库管理员 都这么费劲 朱云雀回到船舱里 苏暖西还在期待着 他为自己争取一些正当的权利 然而朱云雀 却把张义的决定告诉了他 现在是非常时刻 你先忍一下 等上案之后 我可以带你去江南大区总部 给你安排一份体面的工作 朱云雀淡淡地说道 苏暖西脸色变了变 朱云雀一条眉 怎么 你是不是不满意 苏暖西连忙摇头道 怎么会啊 人家知道 学姐你最好了 这次给你添了麻烦 真是很抱歉啊 他一脸委屈巴巴的 毕竟人家也没想到 那个姓张的 会这么不给你面子 不管怎么说 你也是江南大区 最高统帅的亲侄女 而他呢 也就是下面一个干事罢了 苏暖西的眼神中 略过一抹轻面 哼 没大没小的 竟然敢对你这么不尊重 我看他以后 别想往上伤了 他还以为外面的世界 和过去一样呢 朱云雀无奈地说道 外面的世界早就变了 许多事情和过去不太一样 包括你所了解的那套规矩 苏暖西疑惑地问道 再怎么变 当下属的 不都应该竭尽全力地 讨好领导和其家属吗 华虚国的体系当中 向来都是一把手 拥有绝对的权利 这一点是不可能改变的 朱云雀不知道 怎么和他解释 毕竟沿流团的这些人 与世隔绝太久了 他们尚且不知道 外面的世界 一名顶尖艺人的存在 意味着什么 在一些小国当中 张义这种级别的人 就是如同神明一般的存在 哪怕是六大区的高层 也得极力拉拢 从朱正对张义的态度 比亲儿子还要客气 就能看出来了 总之你听我的就是了 以后好好陪着我 帮我代汤米 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苏暖西换上一副笑脸 好姐姐 人家哪有什么可 委屈的 我只是替你命不平罢了 怕你受人家欺负 都是圈子里的人 苏暖西这种 煽风点火的小手段 朱云雀自然看得出来 可是有些道理 哪怕你心中明白 可未必就能做得明白 朱云雀的心中 对张义的不满情绪 仍然是存在的 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大化 一晃眼 离开严流岛 已经过了一星期时间 金风号上的秩序 还算比较平稳 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张义每日间 要么在房间里 和周可练习书法 要么就在船舱里观察秩序 避免底下的人 有什么不安分的行为 这其中 绝大多数人都能安于现状 满足于如今保暖的状态 但是 总有一些人会有歪心思 严流团这边的是八人间 标准的四个上下铺 中间摆着一张 不大的吃饭用的桌子 李宗玉夫妇二人 自然有特殊待遇 他们可以住 一个独立的房间 不过其他人 就没有那么好的待遇了 这天中午 到了吃饭的时候 厨师谢长明走过来 打开中层的舱门之后 喊道 来几个人过来打饭 每个房间里 马上有人过来 负责领取饭菜 中层的伙食标准还算不错 起码每天能够得到一些蛋白质补充 每三天还能吃上一顿 较为丰盛的肉食 平时则是以豆制品罐头 和米面为主 谢长明对他们的态度 不冷不热 有些像养猪的猪官 前行罗官员车海诚 笑呵呵地走过来 满脸地讨好 多谢您的馈赠 我们心中对您万分感激 他每次过来领饭 都要对谢长明 好好吹捧一番 溜须拍马 对他而言 已经是驾轻就熟 谢长明见到车海诚 脸上也难得露出了一抹笑意 你们房间的配量 我可是有照顾的 你要懂得感恩 车海诚听到这话 面色微微一变 随即笑容 变得更灿烂了 他九十度鞠躬 是 您的大恩大德 在下莫尺难忘 谢长明放下手中的勺子 跟在他的身后 往中间船舱走了过去 旁边正在吃饭的 其他船员见状 也只是细血地笑了笑 来到中层船舱之后 车海诚走到他们房间门口 刚好遇到了 自己的妻子金吉美 曾经在新罗 担任高级官员的车海诚 无论权势 金钱都非常惊人 而他身边的女人 也一直都是最好的 金吉美是他第九任妻子 三十二岁 前新罗顶级女团成员 虽然经历了 严流倒半年的生活 让他憔悴了不少 眼睛也多了黑眼圈 但这些还是难掩他的风韵 尤其是那娇好的身材 很容易让人产生想法 谢长明靠在舱门旁 朝他吹了个口哨 车海诚连忙给金吉美 使了个眼色 金吉美会议 露出一脸讨好的笑容 走了过去 熟练地挽起谢长明的手臂 然后二人去了谢长明的卧室 而每次结束之后 他都可以从谢长明那里 得到丰厚的奖励 车海诚对此不仅没有怨言 甚至还因为沾了妻子的光 而得到额外的食物 他在房间里的地位 都变得高了起来 成为专门领取 和分配食物的小领导 车海诚一进门 同房间的人都笑着看向他 带着开裂金丝眼镜的 哥伦维亚华裔 大集团高管谢云帆笑道 车海诚 你又让你老婆去陪那个厨子了 车海诚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他挑着眉 脸上神志有些自豪的神情 你就羡慕吧 谢云帆冷哼了一声 我可没有这种拙劣的兴趣 车海诚哈哈一笑 把食物放到桌子上 然后给每个人的饭盒 分配饭菜 房间里 一个五十多岁的 地中海大叔刘南生笑道 车先生的心态 我是很佩服的 大丈夫能屈能伸 如此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谢云帆皱着眉头 很是反感两人的话语 他端起饭碗 但是这样与猪狗合一 靠出卖女人的色相换取好处 实在是让人不耻 车海诚哈哈大笑 鱷鱼地望着他 这可不像靠着色相 诱骗了哥伦维亚富婆 然后通过骗婚分割家产 而致富的人说的话 谢云帆脸色一变 胡说 那怎么能叫骗 读书人的事情 计谋 那就计谋 整个房间里 顿时充满了愉快的笑声 大家纷纷过来领取了食物 彼此之间互相挖苦嘲讽 已经成为他们日常取乐的方式 嘿 车先生 既然你这么慷慨 为什么不帮助一下 你的难兄难弟吗 一个棕色胡子的男人走过来 笑着对车海诚说道 他叫鲁道夫 来自普鲁市南部 虽然长相有些粗犷 却有一双非常细腻的手 车海诚丝毫不以为伍 反而坏笑道 那得看你能拿出什么样的代价了 鲁道夫的手往口带里一番 顿时取出来一块劳力士金表 车海诚却摇了摇头 这个玩意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你得给我来点真正的好东西 鲁道夫恨恨地说道 见鬼 作为一名职业的扒手 我 只偷有价值的财物 然而现在 他们都成了没用的垃圾 他气冲冲地 把那块足精的手表扔到地上 然后踏上大脚 把玻璃都给踩得稀碎 车海诚一脸鄙夷 金鸡美现在可是我重要的物资 我还要靠他去巴结船上的老爷们呢 你这个家伙 别想碰他 嘿 你这家伙 也太不过意思了吧 好歹咱们也 共同患难过 之前明明只需要一只鸟腿 就可以度过一整晚 两个人吵吵闹闹 可以有人格外的安静 一个留着长长卷发和大胡子 神情有些忧郁的西方男人走过去 默默捡起那块碎裂的手表 竟然仔细地研究起他的表盘 而靠墙的位置 李宗玉的同事 取了中文名字白沫的哥伦维亚人 靠在弦窗上 呆呆地望着 如同一汪巨大死水的冰海 为什么他们不给我回应 我不想到异国他乡去 塔利莎 他还在故乡等我吗 他和孩子还好吗 白沫想起了自己 远在大洋另一个方向的妻子和女儿 他们是他坚持活到现在最大的信仰 半年时间里 他曾经无数次向哥伦维亚方面求援 利用他能够找到的一切途径 无论是哥伦维亚本土 还是驻扎在省鹰岛的哥伦维亚大洋部队 但是这些求援 如同石沉大海一般 音讯全无 等待了半年之久 却想不到 等来的是华旭国的救援船 如果真的踏上了那片国土 他就会来到这颗星球上 距离家乡最遥远的地方 在这样的末世当中 他不知道 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再回到故乡 嘿 白沫 你在发愁什么 鲁道夫和车海诚掰扯了半天 都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只好过来和忧郁青年白沫闲聊 白沫看了他一眼 忧郁地说道 我在想 我们还有机会回到故乡吗 这句话让房间里的一些人陷入沉思当中 艾森曼扭过头深深看了他一眼 却什么话都没有说 可鲁道夫却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无论去什么地方 只要有姑娘喝美酒 那我都能接受 谢云帆靠在墙上 眉头紧锁 可是 我不喜欢待在那个国土 车海诚瞥了他一眼 谢 你不是在那个国土长大的吗 谢云帆有些不悦地坐直了身子 眼睛盯着他道 那并不重要 问题是 我现在是哥伦维亚籍公民 车海诚不屑地吃笑了一声 连白沫这个这儿八经的哥伦维亚公民 都得不到救援 你也早该死心了吧 看上去 你比人家土生土长的人民还要忠诚 但是很可惜 现在这种时候 无论你在哪里 都是当底层 所以 就不要抱有多余的幻想了 谢云帆被说的 如同扎毛的公鸡一般 当时他就急了 争辩道 你懂什么 他支支吾吾的 嘴里在说些什么 自由 权力之类的话语 房间里充满了愉快的笑声 不过 没有谢云帆在 他们也照样过 车海诚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鸡蛋 嘿嘿一笑 然后迅速地拨开它 慢慢品尝了起来 其他人自然是没有这种待遇的 且 有的人故意发出不屑的声音 实际上心里面却羡慕得很 但是他们没有车海诚那样漂亮的老婆 可以给他们换吃的 所以他们必须要用这种方式 表现得好似自己很正直一样 过了一会儿 金鸡美从上面 车海诚连忙迎上去 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其他人 问他道 怎么样 这次给了你什么好东西 金鸡美得意地一笑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颗鸽子 但大小的钻剑 美滋滋地向他展示 你看 钻剑 好大的钻剑啊 车海诚的眼睛迅速瞪大 人当场僵住了 嗯 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他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金鸡美一撇嘴 一边满意地 欣赏着自己的大钻剑 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道 跟你开什么玩笑啊 人家送我的钻剑这么大 你都没有给我买过这么大的 车海诚急了 压低了声音吼道 你个蠢女人 都这种时候了 钻石比泥土都不值钱 你要他有个屁用啊 车海诚怒上心头 狠狠地把金鸡美骂了一顿 金鸡美也很生气 喂 你在说什么呀 这钻石很贵的好吧 他不明白车海诚发什么疯 这么大这么美的钻石 他都快乐疯了 车海诚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紧紧闭上眼睛 他心中默念道 不能生气 不能生气 他本来就是个满眼 只有金钱的蠢女人 平复了许久的情绪 他盯着金鸡美 指着他的鼻子说道 下一次 给我要物资来 白糖 牛奶 香烟 鸡蛋 都可以 就是别给我要这些没用的手势 末世之后 这些东西都已经成废品了 也只有金鸡美这种 爱慕虚荣的女人才会喜欢 金鸡美有些害怕的 紧了紧自己的衣服 知道了 对车海诚的畏惧 已经深深刻印在了他的骨子里 起码现在 他还没有想过要进行反抗 船舱上层 张义的心中 突然产生一种被窥探的征兆 此时已经是夜晚 他透过窗户看向外面 夜幕深沉 他什么都看不见 海上除了一望无际的黑暗 什么也没有 清冷的月光模糊而不可见 透过厚厚的云层 只剩下残影 更难以映照海面 张义皱起眉头 自从他觉醒了时光回响的能力之后 他的直觉就越来越敏锐 尤其是对于危险的洞察 这种意识 让他隐约感觉到 大海当中有什么危险的东西 在窥探着他们 是那头被我打伤的海怪吗 张义给那头海怪起了个名字 叫骑龙 因为他的背上 长满了比鲨鱼更加巨大的背鳍 也有可能是心理作用 张义想了想 决定起床过去控制室看一下 他打开门 迅速地来到了外面 沿着走廊 走到金峰号的控制室 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张义询问道 控制室24小时都有人值班 老田此时也在 文言连忙来到雷达前 他对张义说道 附近并没有发现异常的船只 或者生物 只是在半个小时以前 有几头鲨鱼在附近经过 张义立刻问道 鲨鱼 体型大吗 老田说道 根据雷达上显示 只是一些五米多长的普通鲨鱼罢了 像骑龙那种巨型的生物 只要出现在周围海域 雷达一定能够检测到 探测范围大概多少 张义问道 老田回答道 水下的话 200米范围可以探测到 10海里以内的生物动向 如果是水面上的船只 只要不是加在了 隐形功能的军用舰船 50海里以内都可以发现 张义笑着摇了摇头 如果真的能出现在 这片海域上的 大概不会是鸣船 好了 返程的路上 我们更加要小心 晚上值班的时候 再加派一名人手 老田道 是 张义转身打算离开 老田却喊住了他 张先生 我还有一件事情 跟您汇报一下 张义看了他一眼 有什么事 说吧 老田说道 就是厨房那边的老谢 老田对张义细细道来 原来是船上的人员增多 一百多口人吃饭 却只有老谢一个人在忙 虽然大部分食物都是预制菜 只需要加热就可以食用 但还是需要进行处理 工作量非常大 最近几天 老谢的身体 都开始变得有些不好了 这不今天 他就来找到了老田 说自己腰疼 希望能够给他增加一个帮手 然而船员的数量是有限的 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 谁都腾不出手来 所以老田才跟张义说 希望能够从中下层舱里面 找人过来帮忙 他们天天张着嘴 只知道吃饭 也是时候让他们参与劳动了 自己做饭自己吃吗 张义却玩味地看着老田 笑道 他身体是怎么变差的 真以为 我不知道吗 此话一出 控制室里的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船上各处都安装了监控 张义时常会检查 避免存在安全隐患 除了洗手间和卧室 出于朱云雀的强烈要求 他没有监控之外 其他地方发生的事 他基本都清楚 船上这些船员 在海上航行太久了 自然也有他们的需要 而这一批上船的乘客当中 不缺自愿用自己换取物资的女人 张义也理解他们 因此对这事也不禁止 老田嘿嘿一笑 让您见笑了 让他们做饭 食品安全方面能保证吗 这一点你必须考虑好 如果有人想要做些什么 一个不小心 可能把整条船的人都给堵死 张义非常谨慎 他吃的食物和饮用水都是自带的 并不和其他人一起 所以哪怕是出问题 也是船上的其他人 不过作为船长他 还是要提醒老田一句 老田点了点头 认真地说道 我会让老谢仔细监督他们的 而且即便想要下毒 也总得有原材料不是 毒素可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上船的这些人都经过检查 身上没有武器和异常的药物 岛上生活了大半年 他们穷困得几乎只剩下裤衩了 张义也理解老谢的不义 点了点头道 这件事情你自己去安排吧 找几个信得过的人 老田笑道 是 张义离开了控制室 来到甲板上 金风号在滨海上徐徐前进 为了赶时间 以及避免在海洋上发生意外 船只的行进昼夜不停 冰冷的海洋 只是一个些微的起伏 就会引动在人类眼中巨大的波浪 让船身上下晃动 这容易让人产生恐惧的心理 生怕一个巨浪下来 就把船给打翻 张义走在摇摇晃晃的甲板上 如履平地 他对于空间之力的把握已经愈发地纯熟 呜 突然 耳边传来一阵悠远的呼啸 张义眉头一皱 迅速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夜风狠狠地刮着 不知道那声音是海风 还是来自什么神秘的海兽 张义微微眯起了眼睛 那个家伙 跟来了吗 那头巨大的骑龙 所拥有的力量 张义亲眼目睹 极其强大 如果是在陆地上 遇到那种怪物 张义倒不会害怕 他对自己的力量 有清楚的认知 然而 这里是大海并非人类的领域 一个不小心 他把金风号给毁掉的话 可能这艘船上 除了张义和周可儿以外 其他人都会死去 这可不是张义想要看到的结果 接下来的时间里 张义加强了整艘船的戒备 他的注意力 重点放在茫茫滨海当中 因为他总有一种预感 当初被他重伤的那头大海怪 骑龙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们 任何生物都是记仇的 尤其强大的生物更是如此 骑龙肯定就藏在海洋深处的某个地方 等待时机袭击他们 之所以此时暗兵不动 是因为他忌惮于张义的实力 不敢正面发生冲突 不过 一旦金风号在海面上出现任何意外 或者张义出现了什么异常的状况 他说不定就会从万米深海当中窜出 以他那无比庞大的体型和惊人的力量 只需要一击就能将金风号掀翻 到时候 整艘船上一百多号人 除了张义与周可儿 怕是都要死绝 张义对此没有更好的办法 船上所配备的武器缺乏重火器 只有一些深水炸弹 但这些东西想要对那种巨兽造成重创 明显还是太过困难了 他的一空间当中虽然还有重型火炮 但陆炮上剑极其难以发挥作用 毕竟在汪洋大海上 想要稳固住陆炮都是麻烦事 更别提顶着巨大的后座力射击了 可是 张义他们也并非处于绝对的劣势当中 张义本身的存在 以及先进的雷达系统 就是最好的防御手段 只要骑龙靠近到一定范围 就会被船上的人发现 张义便能提前做好防备 如今 异能指数已经达到9600点的张义 哪怕是真的遇上出段水平的 伊普西龙级别艺人 也能够自保 更别提 只是遇到一头异能指数在9000的海怪了 要不是在海上 他可以轻易把那头海怪杀死 只可惜 无法潜水是张义目前最大的短板 加速行进吧 希望返程的路上不要出现任何问题 张义的心中如此暗暗地祈祷 而另一边 厨师谢长明得到张义的许可之后 就来到下面的船舱挑选自己的助手 最后 他找到一个不错的帮手 严流团里的刘正南 刘正南自称是厨师 经过谢长明的考验之后 发现他的确做菜的水平不错 根据严流团的人所言 他在岛上的时候 就是负责给团队烹饪的 再加上刘正南说话好听 很会讨谢长明与其他船员的欢心 所以 很快 他就和船上的人打成了一片 张义这段时日 一直都在盯着滨海中的事 提防骑龙或者其他变异海怪出现 好在其他人经过之前的教训 没有再赶过来给他惹麻烦 朱云雀低调了许多 偶尔还是会过来 故意与张义拉近关系 可张义向来不喜欢这种 自以为是的大小剑 也只是冷淡地应付了一下 这让朱云雀心中很是头疼 不过 他身边那个小跟班苏暖西 则一直对张义的态度不是很好 他也不敢说什么坏话 只是看张义的眼神 很是不对劲 大概他还以为 自己是高官家中的子女 所以看不上张义这个救援队的负责人 张义懒得尿他 只要别人不过来作死 他没工夫和他们浪费时间 保证救援任务的完成 是他目前最关心的事情 而他中间和朱正 也取得了几次联系 只要他们的船 到达华须国海域附近 就会有军舰过去迎接他们 这天上午 控制室这边的船员 依旧在认真的控制舰船前行 并且通过雷达 仔细扫描周围 厨房这边 已经热火朝天的忙碌了起来 谢长明非常悠闲地坐在沙发椅上 嘴里抽着黑河黄山 一边拿着纸牌 与几个船员打了起来 这烟非常珍贵 当然不是他自己弄来的 而是张义给的 在船上 除了酒水不允许喝之外 食物 香烟 甚至是子孙隔离带张义 都贴心地为他们准备好了 就是为了避免 船员在长久的航行当中 出现心理问题 影响任务的执行 所以现在 每一个船员都对张义 发自内心的忠诚 不仅仅是出于畏惧他的实力 也是对这位体恤下属的 好船长的爱戴 至于厨房里的活 自然落到了刘正南 一个人的头上 一百多人份的伙食 准备起来并不容易 好在主要忙碌的点 在于蒸饭加热预制菜 其他就容易多了 刘正南五十多岁 是个个子矮小的地中海 干起活来累的满头大汉 却丝毫不敢懈怠 谢长明打出一张二 然后打了赶烟灰 手腕上是一块金色的百达斐力 价值几百万 这块表是刘正南孝敬他的 谢长明今天赢了十几根香烟 心情很不错 看着忙碌的刘正南 随口便和他聊了几句 刘正南擦了擦脑门的汗 点头哈腰地说道 我们家以前就是赶餐饮的 这些活当然得熟悉 要不然怎么管理啊 谢长明等船员自然知道 沿流岛上的那些人 尤其是华须国民或华侨 都有不一般的身份 最起码也得是中产朝上 谢长明也遇到 看你细皮嫩肉的 应该是个大老板 刘正南熟练地打开蒸笼 撕开一袋玉制菜 然后浇到盘子上 什么大老板 不过是家里有几家餐馆 混口饭吃罢了 谢头 你有什么吩咐 尽管使花我就行了 不用客气 谢长明笑了笑 几名船员也是露出 不以为然的笑容 他们当然不会跟刘正南客气 船上的这些人 都是他们就回来的 按照张义的说法 除了李宗玉夫妇二人之外 其他人将来都是送到 天海市各个基地充劳动力的人口 因此用起来丝毫不用客气 这个时候 张义在甲板上闲逛 闻到饭菜的香味之后 顺便走过来看了一眼 几名船员见状 赶忙扔下手里的牌 站起身来 张先生 张义笑道 挺好的心情啊 没事 你们接着玩吧 我就是闻到香味了 随便过来看看 你还真别说 这玉制菜的香气是挺浓的 我闻着都有些嘴馋了 张义不怎么来厨房的 所以走进来随便瞧了两眼 里面热气蒸腾 倒是温暖得很 刘正南赶忙走过来 一边用围裙擦手 他可不会吃这里的玉制菜 倒也不是说挑剔 只是他空间当中的 美味佳肴多的是 哪有必要吃这种玩意 就连那浓郁的菜香味 都不知道是添加了 多少科技与狠活 张义本想离开 可是看到 刘正南那张产妹 讨好的面孔 不知道 为什么总觉得有些眼熟 他一开始也没有多想 可是眼睛却不经意间 瞥见了笼屉里 那一大堆玉制菜 一瞬间 张义脑海当中的一些记忆 就浮现了出来 他笑着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刘正南愣了一下 不知道张义为什么要问他 这个船上的小人物姓名 我叫刘正南 就是个厨子 张义的眉头微微一皱 刘正南 你老家之前在哪里的 我看你做菜挺熟练的 擅长什么菜系 一问到这个话题 刘正南突然吱吱呜呜了起来 过了好几秒钟 才答复道 我老家是在那个月东 我会做一点月菜 那 说两句粤语来听听 刘正南吞了口唾沫 脑门上面已经冷汗直冒 钢铁锅 喊眼泪喊羞瓢锅 张义的嘴角 笑容慢慢扩大 可那笑容很冷 像是在细血地看着一只猎物 你好像不是月东人啊 应该说你好像不是华虚国人 此时周围的四个船员 也察觉到问题不对 船长 这个人的身份难道有什么问题 谢长明赶紧走过去 一脚直接把刘正南踹翻在地上 MB 老东西 你到底是什么人 敢冒充华裔 刘正南强忍着肚子上的疼痛 矢口否认道 我的确是华裔啊 只是离开老家太久了 家乡话说得不太好 张义盯着他 眯着眼睛说道 可是你的普通话 说得却很不错 刘正南还想要解释些什么 张义直接冷冷地打断了他 别跟我装了 山田社长 此时 张义已经彻底想起了 眼前这个人是谁 霓虹山田诸事会社社长 山田正南 山田诸事会社 当初在天海市有分布 而且 他们的仓库 就在张义工作的地方不远 霓虹人有的企业存在 这样的习惯 会把社长的头像 印在产品或者运输车上 所以张义才觉得 山田正南眼熟 周围几个传员文言 顿时眼睛里涌现出来火气 霓虹人 你TMD 竟然还敢装华虚国人 狗东西丢去死 几个人冲上去 照着山田正南 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出手毫不留情 都是照着狠的地方打 山田正南疼得哇哇大叫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我失的精神上的华虚国人啊 我太爷爷就是越东人 我有华虚国血统 可是这番话只迎来张义的冷笑 与传员的怒骂 狗东西 你还是个杂种的玩意 那就更该死了 江南大区的人 对于霓虹人的敌意 此时空前的高涨 因为不久之前 浪人登陆 接连在江南七八个城市 产生了杀戮 直接 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 达到数万之中 如今的江南大区 提起霓虹二字 无人不是咬牙切齿 张义坐在椅子上 静静地闭上眼睛 欣赏着山田正南的哀嚎声 他觉得这声音美妙极了 虽然当初他干掉了十月 但仅仅只是 杀掉了十几个十月成员 并不能让他觉得爽快 凭什么他们可以 跑到江南的土地上 杀死那么多华旭国的人民 张义等人 却只能杀死十几个罪魁祸首 这件事情并不公平 也不可能那么轻易结束 如今山田正南这个老小子 出现在他的船上 那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 四个船员当中 谢长明打得最狠 因为人是他挑选出来的 他必须表明一下态度 否则可能会引起张义对他的不满 山田正南一开始还在狡辩 声称自己不是霓虹人 可很快就被打掉了八颗大牙 疼得说不出话来了 地板上扑哧扑哧都是鲜血 山田正南已经只剩下喘气的余地 谢长明从砧板上 拿起一把踢骨尖刀 就要把他给干掉 张义却阻止了他 你想干什么 谢长明愣了一下 随即气愤地说道 当然是囊死他了 这种狗东西 留着做什么 张义看着他手里的刀子 那是做饭用的家伙 不要用来杀猪 山田正南的眼睛里 闪过一抹希望的神色 哀求地看向张义 张义却笑得很残忍 而且 这么死 岂不是太便宜他了 山田正南的身体 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他不知道 张义要对他做些什么 我 我虽然是霓虹急 但我没有害过任何一个滑须国人啊 山田正南痛哭流涕地喊道 张义充耳不闻 他的目光望向窗外 茫茫滨海 寒风刺骨 扔下去喂鲨鱼吧 这种温度下 扔到海里去 用不了几秒钟 就会冻成冰块 而且干净又卫生 是非常棒的选择 几名船员得到张义的吩咐 立刻像架死猪一样 把山田正南架了起来 往甲板上拖去 可是他们刚刚出门 就看到苏暖熙 带着朱云雀赶过来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朱云雀见到山田正南的惨状 瞳孔都缩紧了 你们这是 在干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一个无辜的人 而苏暖熙更是哭着大喊了一声 山田老师 然后扑到山田正南跟前 心疼得哇哇大哭 谢长明很无奈 朱小姐 这家伙是一个霓虹人 船长让我们 把他扔到海里去喂鲨鱼 朱云雀冷着脸 眼睛里怒火在 熊熊燃烧着 你们这简直是魔鬼的做法 张义从厨房走了出来 一看到朱云雀和苏暖熙 这才意识到 刚刚山田正南杀猪般的惨叫声太大了 把其他人给吸引了过来 不过 他倒是无所谓就是了 张义一脸漫不经心的模样 惹恼了朱云雀和苏暖熙 苏暖熙哭着 指着张义怒斥道 姓张的 你也太残忍了吧 山田老师一直在帮我们做饭 在岩柳岛上 都是他帮我们准备食物 而且他就像是我的父亲一样 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 你怎么能这么不问青红皂白的 对他下如此毒手 你简直不是人 你是禽兽 苏暖熙出离了愤怒 他无法容忍张义如此对待他仰慕的人 张义瞥了他一眼 长嘴 他跟这种女人 没有多余的废话 一名船员得到命令 当即走过去 狠狠一巴掌 抽在苏暖熙的脸上 直接打得他半边娇嫩的小脸蛋 高高鼓了起来 牙齿都掉了好几颗 朱云雀脸色一变 抬高了嗓门道 张先生 你太过分了 他盯着张义 握紧了拳头 做了个深呼吸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即便他是霓虹人 你也不应该这么对待他 冤有头 债有主 极恶的浪人有什么区别 这里的动静闹得太大了 很快引来了船上的其他人过来 而其中就包括中层的盐流团 以及下层船舱的 华旭国人和乔民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见到山田正南 被打成死狗一样 浑身是血 满脸轻一筷子一块 娇小可怜的苏暖熙 被打翻在地 凄惨地速速落泪 顿时所有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神 盯着张义看 虽然他们畏惧张义的权力 和他手中的枪 但是 身为船舱中下层的居民 他们本能地认定 张义是坏人 人向来都是屁股决定脑袋的 张义还没有来得及 跟朱云鹊说话 严流团的团长李宗玉 就气冲冲地走过来 他的表情 尽量在隐忍克制 可眼神中压制不住愤怒 他站在张义身前 顺便挡在了张义 和苏暖熙的中间 张先生 你们答应过我 会保护好我们团队 所有人的生命安全 这件事情 我希望你能够 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有了李宗玉的带头 中下层的居民 胆子也大了起来 对 怎么能随便打人 你简直要把他给打死了 严流团的谢云帆 喊话道 白沫在胸口画着十字 我的上帝啊 这简直太残忍了 他年纪那么大了 他会死掉的 众人闻言 望着山田正男的眼神 愈发的悲悯 同时 望向张义的眼神 更多了几分愤恨 李宗玉的女友张薇薇 是一名外科医生 他勇敢地走过去 要为山田正男检查伤势 张义双手插兜 环顾了一眼四周 船上从朱云雀以下 竟然都对他表现出了 若有若无的敌意 这让张义觉得有些好笑 我就是要把他扔到海里去 有什么问题吗 张义大大方方地询问众人 李宗玉有些难以置信 反问道 只因为他是霓虹人 你就这么对他 张先生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怎么还会有这种 种族歧视的想法 这太可怕了 周可尔走到张义旁边 默默地支持着他 对张义而言 其他的态度丝毫不重要 这条船上 他也从来没有关心过 周可尔以外的人 没错 就因为他是个霓虹人 所以今天他必须 从我的船上滚下去 他笑盈盈地瘫了瘫手 喂喂 你们不要用这种 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难道我这个理由 还不够充分吗 当然不 苏暖西挣扎着 从地上爬起来 声味俱下地指着张义控诉 你这种思想 简直就是可怕 因为他人的国籍 而杀死一个人 比魔鬼都可怕 白默等 人也是外国籍 还有地地道道的外国人 他们满脸担忧 如果张义以这个借口 杀死山田正南的话 他们又该怎么办 他们的生命 又该如何保障 张义伸手指了指苏暖西的鼻子 目光却看向了李宗玉 张薇薇等人 看来各位这半年 来在岩柳岛上 过得挺幸福啊 这么有心思 去在意别人的死活 真不错 张薇薇皱起了眉头 他觉得张义 就是在阴阳怪气 于是他抬起头 义正言辞地对张义说道 请您不必用这种语气嘲讽我们 我们过得并不轻松 当然 我们感谢您能带我们回华虚果 可这也不是您随意杀戮的理由 其他人赞同地点了点头 支持张薇薇的观点 张义却笑了 你以为我是在阴阳怪气 是在跟你开玩笑 张薇薇没有回应 但他的沉默 表达了他的态度 是 张义不屑地笑了 所以说啊 你们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就在这里 跟我夸夸气叹 他看了一眼老田 忽然高声喝道 老田 告诉他们 过去的半年时间里 江南大区的大地上 都发生了什么 老田高声道 是 他迈步走到众人跟前 冷眼瞥过这群达官显贵 然后高声说道 过去半年的时间里 整个江南大区死亡人数高达1 9亿 死亡人口比例为92 79% 天海市死亡人口2000万以上 幸存者不足2万 这些数据 让现场的人全都惊呆了 他们上船之后 张义和船员们 也没有跟他们如何沟通过 所以谁都不知道 外面的世界到底怎么样了 然而 此时听老田说完 他们竟然感觉到 后背都在发凉 外面的世界 竟然比严流岛更加残酷 谢云帆争辩道 可是 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 与你们滥杀无辜 有什么关系 老田冷冷看了他 一眼 眼神中的杀意 让谢云帆不由地后退了两步 这些死亡的人当中 有20%是间接死亡于末日天灾 直接死亡于人手 他深吸了一口气 今年7月 霓虹的浪人 开始在临海市登陆 不足10日之内 屠入临海市境内居民 与口 后来他们横行于江宁 华州 威宁等八个城市 因其而直接 间接死亡人数 高达两万余人 此话一出 现场的一部分 华旭国人的态度 顿时变了 他们的眼睛里 冒出熊熊怒火 与霓虹的国恨加仇 可以说是是仇了 随着历史的远去 曾经的记忆 在许多人心中早已模糊 没有谁愿意抱着 仇恨过一辈子 可谁又能想到 那些贼心不死的杂碎 竟然再一次 对华旭国发动了攻击 而且导致数万名同胞惨死 可恶的小霓虹 真是该死 这些人简直是畜生 都漠视了 人人都在死亡线上 痛苦挣扎 他们竟然还去雪上加霜 祸害我华旭国的人 知道了张义教训 山田正南的缘由之后 现场的人当中 有一半以上 都立刻改变了想法 大部分国人的思想观念 是朴素的 他们不想去讲太多大道理 但是有仇报仇 有怨抱怨他们心里明白 就连李宗玉和张薇薇 也不好再说些什么 国恨家仇 情有可原 可李宗玉还是对张义说道 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 但山田先生 他是无辜的 他在严流岛上 帮了我们很多 能不能放过他一条性命 朱云却健壮 也走上前来劝说张义道 是啊 不能一杆子打死一群人 这么做不好 而且还会让人觉得 你狭爱 他凑到张义跟前 看了一眼严流团的人 对他说道 何况这船上 还有那么多外国人与侨民 你这么做 会让他们心生恐惧 不利于团结 苏暖熙抹了抹眼泪 抹着高高鼓起的 脸颊 怒视着张义 眼睛里满是仇恨的怒火 你要是敢对山田先生 做些什么 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山田正男见到 那么多人为他说话 脸上露出西纪的光芒 各位 感谢你们 万分感谢你们 张义冷笑了起来 放过他 我凭什么放过他 他走过去 苏暖熙迫不及待地说道 山田先生是一个好人 我可以作证 我们团体中的 所有人都可以作证 李宗玉也对张义说道 山田先生在岛上的时候 对我们的确不错 呵呵 不错 好一个不错 张义冷笑着在甲板上踱步 眼睛充满玩味的俯视 地上的山田正男 这个世界很奇妙 越是恶棍 越喜欢在人前 伪装成善良的人 我猜你在 霓虹的时候 一定经常去寺庙捐钱 甚至给慈善机构捐款 帮助穷人 对吧 苏暖熙有些诧异地看着张义 眼神充满了疑惑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山田先生 可是出了名的慈善家 不过很快他就改了口气 你知道他是这样善良的一个人 竟然还对他做出如此邪恶的事情 说明 你真是一个没有心的人 我劝你尽早迷途知返 给山田先生道歉 并且给他进行治疗 苏暖熙一手无脸 一手倔强地指着张义 像急了一个正义斗士 张义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呵斥道 你知道个屁 这一声把苏暖熙吓得后退了好几步 张义继续悠悠地说道 山田正南 我记得 你好像是有个华虚国的名字 叫刘正南 我当初听到这个名字 就觉得耳熟 五年前 你在天海市成立了 唯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主打的食物就是预制菜 当初你的名字叫刘正南 因为你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所以没有人知道 其实你是霓虹人 你的本名叫山田正南 你们公司主营的业务 就是预制食品 通过各种渠道 从海外搞来不符合食品安全的食材 制造食物推向市场 张义一边夺步 一边缓缓说着 山田正南的往事 而山田正南的脸色 也在逐渐变得惨白 人群当中 企业家马文正听到这番话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似乎想到了些什么 张义继续说道 2047年 也就是大概四年前 你买通了关系 让自己食品公司的食物 进入到江南多个城市的校园 后来因为一起食物中毒事件 曝光了你们 公司的食品安全问题 人们发现 你们公司使用的声称 是高档进口食材的原料 原来都是其他国家 不要的垃圾食材 甚至是过期食材 等到人们发现的时候 你迅速地金蝉脱鞘 把公司转移 然后逃回了霓虹 那一波 你起码赚了几十个亿吧 还是上百亿 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只是个小仓管 不太懂这些门道 因为我工作的地方 距离你们仓库很近 所以一直都知道 你们公司生产的是些什么玩意 你们仓库的员工亲口告诉我 那些东西 就算拿去喂猪 都怕影响 猪的健康 他们更是从来不吃 张义低头瞥了他一眼 眼神厌恶的 如同看一头肮脏的臭猪 让那些青少年 吃你公司粗制滥造的食物 损害了身体健康 甚至因为食物中毒而住院 你的良心会痛吗 我并不觉得你有良心 只不过 张义故意 抬高了分贝 大声说道 损害的那些 都是华旭国儿童的身体健康 跟你这位霓虹社长 有什么关系 山田正南的身体颤抖得 如同筛康一般 剧烈抖动了起来 周围的其他人 终于意识过来 为什么张义一见到山田正南 就要对他下如此狠手 这种人真是该死 我记起来了 当初新闻上是报道过 江南的食品安全问题 原来是这个狗东西干的 一个妇人激动地跑过来 对着山田正南就是一通踢 原来罪魁祸首 竟然是你 我的儿子 就是吃了你们公司提供的食物 才食物中毒的 那可是高档私立学校 竟然都被你给渗透了 你去死 去死吧 王八蛋 这下子 现场中人再也没有谁敢站出来 为山田正南辩护 车海诚义愤填膺地走过来 痛踢了他脊脚 指着他大骂道 霓虹的王八蛋 吸巴老马 Shake it 阿一席我早就看出来 你不是个好东西 你竟然还装好人欺骗我们 幸好我们英明的船长 看穿了你的伪装 拆穿了你拙劣的谎言 肮脏下剑的臭虫 用你的性命 像那些被你残害过的 可怜儿童们谢罪吧 山田正南抬起头来 痛哭流涕地辩解道 我该死 我不是人 可我也是被逼的 这生意 即便我不做 也有的是人做啊 而且我赚的指示 小头 大头被你们自己人拿去了 求求你们 给我一条活路吧 我已经改过自新了 我每天都会向佛祖祷告 我还资助了不少福利院 与敬老院 山田正南祈求的目光 望向所有人 大家避之不及 这种人 的确是该死 山田正南的心都凉了 忽然他想到了苏暖西 那个无比善良的小姑娘 于是他爬到苏暖西脚下 抱着他的腿哭喊道 苏小姐 我可是一直拿你 当我的女儿看待 你知道的 我女儿早年夭折了 从我见到你的第一次开始 我就已经把你当我的女儿了 苏暖西于心不忍 他想起了在严流岛上 山田正南对他的好 因为怕他饿着 有什么优质蛋白 都会优先照顾他 所以苏暖西 挡在山田正南身前 眼睛盯着张义说道 任何人都会犯错 但是故而能改善莫打烟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给他一个机会 他 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你不能轻易剥夺他的生命 张义用看脑残的眼神看着他 你是有病吧 圣母心能到这种程度 已经到了让人恶心的地步了 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苏暖西气地跺脚 他解释道 这一点我可以证明 他真的非常善良 在严流岛上的时候 一开始 我们经常饿肚子 吃不上东西 他就偷偷去找海龟 挤海龟奶给我喝 我体温很低 他就晚上抱着我睡 帮我取暖 这样的人 你们觉得 他是一个坏人吗 苏暖西的大眼睛望着众人 一脸坚定的表情 让人清楚地意识到 他不是在开玩笑 他是非常认真地相信 山田正男是一个好人 张义听着听着 忽然觉得有些古怪 海龟奶是个什么玩意 咦 海龟这玩意 有奶吗 周可儿皱着眉头 鲸鱼倒是有奶 可海龟是卵生动物 应该没有吧 老田很肯定地回答道 那玩意哪有奶啊 苏暖西眨了眨眼睛 哼了一声 得意洋洋地说道 你们这就知识浅薄了吧 有一种大洋海龟 是用奶来补育后代的 他看 像李宗玉 李老师 你不是抓过海龟吗 你告诉他 海龟有没有奶 李宗玉的脸色有些难看 海龟的事情 是他不想再提的秘密 朱云却看不下去了 Lisa 海龟是没有奶水的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头海龟 可以产奶 苏暖西生气了 我真的喝过呀 张义一开始还皱着眉头 但是后来 他忽然想明白了什么 我知道他喝的是什么了 旁边的周可儿 目光变得古怪起来 不会是那个吧 可是气味那么明显 真的发现不了吗 加热后可能有奇效 再说了 他当时都饿昏头了 什么都想吃 不过 那也的确是高蛋白 周围人群的眼神 顿时都变了 看着山田正男的目光 满是厌恶 尤其是女人们看他 更像是看垃圾一般 霓虹人的变态 可见一般 苏暖西尚且不明所以 得意地说道 你们都应该多学学生物知识 真的有海龟奶吗 张义一脸坏笑 可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尤其是那么多女同胞的面 也不愿意拆穿 反正这件事情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之后苏暖西自然会想明白 既然事情已经搞清楚了 那就把它扔到海里去吧 山田正男下的眼珠子瞪得老大 惊恐地吼道 不能这样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我不想死 我想活着啊 李桑 你答应过要带我回陆地的 救救我啊 苏小姐 我是最爱你的呀 你不能看着我死 张义摆了摆手 现在谁说话都不好使 住手 我不许你这么做 苏暖西张开双臂 竟然挡在两名船员的面前 你这个人 怎么就说不明白吗 你应该学会不爱一些 而不是只懂得 用暴力解决一切 张义终于不耐烦了 一个脑子蠢的女人 就算你不愿意搭理她 她也会得寸进尺地 过来纠缠与你 真是好笑 竟然过来保护一个 做有毒食品 坑哈儿童的二道贩子 好好 你这么保护她 那从今以后 每天都给你吃 他们公司的那种食物好了 她的意 空间中 还有一部分 当初从各大商场超市 收集来的食物 质量早就已经不太行了 张义舍不得扔 本打算发善心 乃天阵际灾民的 这下子遇到个投铁的 回头拿出来 扔在厨房角落里 放上几碗上 自然就泡发了 厨房里温暖潮湿 很适宜微生物生存 苏暖西一咬牙 她竟然鼓起勇气说道 只要你不伤害山田先生 吃那些东西我就吃 又能怎么了 反正又吃不死人 张义说道 有些东西是吃 不死人 但是 嗯 你的生物不是很好吗 那你理不理解 吃什么蛋白质 和吃人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苏暖西皱着眉头 思索了片刻 然后得意地回答 道 这种问题也想用来为难我 当然是生殖细胞了 周围的人群当中 早就有人忍俊不禁 用手捂着嘴大笑了起来 他们憋得非常难受 可又因为此时的场合很严肃 而不敢放声大笑 这让苏暖西觉得莫名其妙 你们笑什么 是缺少生物学的常识吗 朱云雀这个时候 再也忍不下去了 他实在是厌蠢正犯了 无法直视 这只呆头鹅继续出丑 你少说两句吧 苏暖西央求道 姐姐 你可一定要帮我 朱云雀凑到他耳朵边 有些难以启齿地说道 你之前吃的海龟奶 其实是 甲板上忽然变得安静下来 只有朱云雀在苏暖西耳边的窃窃私语 以及他逐渐变得惊恶 麻木 呆滞的神情 听完了朱云雀的话语之后 他的眼角抽了抽 然后机械地转动脑袋 看向朱云雀 Alice 你 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对不对 真是的 也太离谱了吧 我怎么可能会相信啊 朱云雀投给他一个悲伤的表情 缩暖西的瞳孔猛地缩紧 然后疯了似的 冲向旁边一个女人 摇着他的肩膀喊道 这一定是假的 对吧 真的有大洋海龟奶的对吧 对吧 对吧 他一次又一次地确定 但是那女人 却并没有给予他想要的答复 或许 那是 鸟蛋也说不定 对 海鸟的蛋液 女人无奈地胡乱解释道 可是这番话根本不成立 那种温度下 鸟蛋用不了一会儿 就会冻坏了 白沫忍不住走过来 说道 往好处想 Lisa小姐 最起码 那还是很有营养的对吧 苏暖西再也无法欺骗自己了 他看到周围所有人的眼睛 比充满嘲弄 不要 他尖叫一声 捂着自己的脸 就冲进了船舱 张义耸耸耸肩 我觉得老外说的有道理 起码他只是让你吃下去而已 张先生好 您是有什么想吃的吗 尽管吩咐 我这边马上给您安排 朱云雀的言 苏暖西被山田正男的手段 直接搞破防 李宗玉无奈地摇了摇头 在岛上的时候 他就察觉到 山田正男对团里很多女人动手动脚 只不过 他只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子 也没有那种胆量 真的做些什么 于是他只能够按戳戳 用一些肮脏的手段 来满足他变态的欲望 周可儿捂着嘴 有些反胃 他厌无至极地看着那个霓虹老变态 张义却不以为然 人在饿极了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会吃 之前在岳路小区的时候 他甚至还见过 有邻居吃自己的排泄物呢 人在饿到极点的时候 哪里还有什么礼仪廉耻 内心的黑暗面也会被彻底释放 比野兽还要变态可怕 张义示意两名船员动手 那两人当即搀扶起死狗一样的山田正男 把他往栏杆处 拖 这一次 无论山田正男如何痛哭流涕 屎尿横流的求饶 都没有人再同情他一丝一吼 只是在岩流团中 围观这一幕的白沫等人 心中大为震撼 白沫的脸色惨白 身体颤抖着 透过山田正男 仿佛看到了自己被扔下大海 然后冻成冰块的凄惨模样 一时间 他竟然恐惧地血运了过去 不要 不要 放了我吧 山田正男的求饶声毫无作用 被人从几十米高处扔下 只听到一声惨叫 和若有若无的水花声 老变态在水里扑腾了不到几秒钟 就被零下几十度的海水 冻成了一块冰疙瘩 车海诚走到船舰边缘 大声痛骂着山田正男 这种下劲的东西死得活该 张先生万岁 你是正义的使者 非常感谢 你为我们发现了 这颗肮脏的老鼠屎 我车海诚在这里发誓 一定无条件服从您 的任何命令 车海诚疯狂跪舔张义 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他直接当着张义的面跪了下来 然后去亲吻张义的脚面 张义眉头一皱 立刻后退了几步 我的鞋子很贵的 你想干嘛 啊 是我的过错 我不应该用自己肮脏的口水 玷污您宝贵的鞋子 车海诚跪在地上 无比虔诚地道歉 谁都能看得出来 车海诚是真的害怕了 他在摇尾起怜 用这种方式 祈求得到张义的怜悯 避免成为第二个山田正男 因为车海诚本身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在兴罗做过的事情 比区区商人山田正男 恶心几十倍都不止 他笑眯眯地低下头 目光微微上移 在船上所有人的身上掠过 这让那些乘客 不由地色缩了一下身体 感觉仿佛有一把刀子 在他们身上划过一般 想要表现对我的忠诚 那就用事实证明给我看 你告诉我 这艘船上 还有没有别的拉姐 尤其是霓虹人 都给我找出来 车海诚闻言 顿时眼神变得凶狠起来 我知道 那里还有两个霓虹人 他从地上爬起来 恶狠狠地冲向人群 顿时有一个女人 和一个青年 把揪住那个妇人 邀功式地对张艺说道 她是山田正男的前妻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来的 女人哀求道 我跟她三年前就离婚了 我也是移民过去的 她跟我已经没关系了 而另外一个青年 也被船员们抓住 扭送到张艺面前 张艺看了一眼 那个女人没有说话 而是把目光 落在那个惊慌失措的青年身上 叫什么名字 那个青年哆哆嗦嗦地开口 这一开口 果然透着一股紫霓红味 张艺记得 他在场的时候 这家伙从来没有开口说过话 不管我是啊 我从来没有害过华旭国的人 与我无关啊 朱云却快步走过来 张艺 够了 够了是吗 张艺看着他 反问道 朱云却被张艺的眼神 看得有些发毛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 应该如何答复 张艺笑了 老田走过来 询问张艺 怎么处置他们 老田的眼神在问张艺 要不要动手先打一顿 张艺却说道 算了 我也不是什么恶魔吗 他看着女人和青年 淡淡地说道 放心好了 我不会杀你们 我张艺 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柜子手 二人心中松了口气 连声道谢 张艺却说道 只不过 我不杀你们 却也没有理由救你们 当我知道 我这艘船 将会拯救两个泥红人性命的时候 我就发自内心地觉得别扭 可惜我这个人心地太善良了 又不舍得对普通人下手 他伸手指了指面前的两个人 所以 我不会杀你们 我可以送你们一艘救生艇 你们下船离开吧 如果运气好的话 大概沿着阳流漂泊半年 你们就可以遇到陆地了 原本还有些希望的 父女和青年脸色骤变 这雨让他们去死 有什么两样 别说在海洋上了 哪怕遇到了岛屿 他们也无法活多久 只要离开京风后 就是必死的结局 二人苦苦哀求 其他乘客 也是被张艺的操作 搞得十分无语 谢云帆小声说道 装什么好人 这不就是杀人吗 还多此一举 其他人也都是类似的想法 觉得张艺又当又利 朱云雀则是直接 把想法说了出来 你这样 还不是让他们去送死 张艺点了点头 是啊 不然你以为呢 你 朱云雀等人 整个一大无语 张艺说道 为什么人做事情 一定要有意义 有没有可能 只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呢 他张艺一生做事 何须向他人解释 不亲手杀死这两个霓虹人 是因为他不爱 像没有招惹他的人出手 但他也不会就这两个人 因此 这件事情就交给上天来决定 就是这么简单 而两人的死活 跟他张艺有什么关系 他又不是这两个人的爹 他们应该感激我 因为漂流 还有一分之一的可能活下去 赖着不走 我可真的会动手的 旁边响起了 车海诚激动的声音 他高举双手喊道 张先生万岁 对这两个霓虹人 您都如此温柔 你实在是世间难得的善人 简直是神一样的人物啊 张艺招了招手 示意让老田 给他们准备救生艇 老田走过来 在张艺耳边说道 我们也只准备了 两艘救生艇而已 如果给了他们的话 张艺看了他一眼 给他们 一个皮筏子一丝一丝得了 你还真打算给他们就生艇了 老田会议 顿时笑着带人过去找橡皮艇 朱云雀等人 虽然对张艺的做法颇有微词 可经历过了山体正难 被扔下海之后 对于另外两个霓虹人的遭遇 他们就没那么难 接受了 你看 好歹张艺还给了他们一艘船呢 没有直接把他们扔下海 人就是这样 如果你想在墙上开个窗户 人们会以各种理由阻止你 可你若是说 要把墙给拆了 人们就会过来 两个霓虹人又哭蝶喊娘了一会儿 可是张艺的眼神非常的冷漠 他压根也不在乎这两个人的生死 哦不 原则上来说 这条船上大部分人的生死 他都不是很在乎 出于人道主意 把他们赶下去的时候 张艺给他们准备了三天的干粮 这样一来 众人看着张艺 忽然心中觉得这个人 还是很有人情味的 处理完了这三个人以后 张艺一挥手 都散了吧 船上的人们各怀着心思 纷纷回到船舱当中 大部分人对于几个霓虹人的遭遇 没有什么同情的心理 甚至拿此事谈笑风声 这几个小霓虹 藏得可真够深啊 我平日里竟然没有发现 嘿 他们死了也是活该 我倒是觉得张先生做得很对 他们凭什么上咱们华旭国的船 说起那群狗东西 竟然敢跑到华旭国的国土上作恶 我就浑身来气 如果当初我在的话 一定冲上去和他们拼了 大概也只有严流团 中的一些外国人 对此事产生了一些忧虑 车海城临走之前 还特地跑过去向张义表了忠心 张先生 以后下面有任何风吹草动 我都一定会向您禀报 请您放心 有我在 绝对不允许任何让您不悦的事情发生 车海城是一条好狗 或许这条狗不够忠诚 但让他撕咬同伴保全自己 绝对没有问题 张义笑眯眯地盯着他 伸手不轻不重地拍了拍他的脸 很好 你帮我盯好他们 但是记住 别乱咬人 我不喜欢船上乱七八糟的 不然的话 我第一个处置的可就是你了哦 车海城吞了口唾沫 点头如捣蒜 张先生 终成 等到他们都离去之后 张义发现 朱云确站在栏杆旁 一脸悲悯地望着远去的那艘橡皮艇 这个世界上有奇迹存在吗 或许会有的 但是几乎没有谁 看到那艘单薄的小船 漂泊在茫茫滨海上 会觉得他们能够活下去 张义不打算理会他的情绪 让他多体验体验世界的残酷也好 可朱云确却对张义说道 张义 在你要剥夺他们生存权利的时候 你的内心其实很有快感吧 张义好奇地回头看了他一眼 挑了挑眉毛 朱云确咬了咬红色的嘴唇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 我问你 如果山田正南不是一个坏人 而是一个普通的霓虹人 你是不是一样会把他给扔下海里去 张义没有丝毫犹豫地说道 当然 实际上 对我而言这些都没有太大差异 我又不欠他们呢 他们是好人也罢 坏人也罢 对我又没有任何恩情 所以只要我高兴 就能撵他们下我的船 他笑眯眯地说道 而且你记住 是我让他们多活了几天 他们应该感谢我才对 朱云确皱起了眉头 如果当初他们没有上船 说不定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呢 张义仰着脖子 哈哈大笑了起来 朱小姐啊朱小姐 他的眼睛里 掠过细血和冰冷的神色 你可真是天真哪 当他登上严流岛的那一刻起 一切与李宗玉有关的人员 但凡不跟着他离开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关于神之园的秘密 绝对不能有丝毫泄露 朱云确意识到了些什么 错愕而惊恐地望着张义 张义却没有再管他 与周可尔回船舱里去了 相比较还稚嫩的朱云确 周可尔却一直默默微笑着 站在张义身旁 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周可尔早就戏为常了 严流团这边 车海诚得意洋洋地下了船舱 甚至口中悠闲地哼着小曲 今天他可是出尽了风头 在他的帮助下 张义才找出了 躲藏在人群中的两个霓虹人 不管怎么说 以后他都相当于是张义的耳目了 这样一来 他在严流团所在的中层船舱 就会拥有特殊的地位 他一下来 忽然就被几个人给按住了 车海诚 你为什么要暴露 能登奈婿子和左川明远 一名严流团成员 愤怒地揪住他的衣领 眼睛里几乎要喷火了 他们有什么错 你要剥夺他们活着的机会 车海诚却一脸无所谓的模样 喂 我可是新罗人 新罗人讨厌霓虹人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吗 而且 你们要感激我 救了你们 大家都知道 张先生很讨厌霓虹人 如果我们知情不报 到时候 你能保证不被牵连吗 能吗 车海诚大声贺问着严流团的成员们 这个问题 让所有人都犹豫了 谁也不敢保证 张义会如何如何 要是真的牵连到自己 他们可不情愿 车海诚不屑地挣开那个男人的手 然后整了整自己的衣领 你们现在需要考虑的 是自己如何好好活下去 他目光望向窗户外面 而恐怖的滨海 陈生说道 在这艘船彻底靠岸之前 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一定能活下去 所以 必须得不择手段才是 李宗玉在旁边默默地看着 他没有对车海诚动手 听完车海诚的话语之后 若有所思地返回了自己的房间 此时他们房间里 张薇薇和企业家马文正 以及几个严流团温和派的成员都在 李宗玉一进屋 就心情复杂地说道 张先生下手太狠了 我现在有些不知道 当初向江南大区球员 是不是正确的做法 他坐在床檐上 表情复杂 张薇薇靠过来 搂住他的后背安慰道 这并不是你的错误 如果继续留在那座岛屿上 我们活不过一个月 而此时 马文正却抱着胳膊 平静地 说道 虽然那位做事的风格强硬了一些 可我不觉得 他是个坏人 房间里的众人 听到精神领袖发话了 不由地抬起头来看向他 马文正耸了耸肩 表情认真地给众人分析道 现在是非常时刻 经过这段时间的了解 我也知道了 一些关于外界的情况 实际上 外面的世界 比岩流岛上还要残酷 人们为了活下去 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这种环境当中 能够活下来的人 不可能心慈手软 正所谓乱世当用重点 他管理得严格一些 也没有什么问题 起码在食物供给 和其他生活条件上 他还是对我们不错的 有了马文正的这一番分析 众人也不由得点了点头 心下放松了许多 张薇薇却抱有不同的意见 他皱起眉头说道 可我始终认为 将个人恩怨上升到 整个群体的行为 有些过火了 山田正南犯下过大错 被处罚也没错 但其他两个人的确无辜 马文正无奈地摇了摇头 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一切都是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虽然我做不到 但是能够理解 马文正的意思很清楚 那两个人可怜 但死于末世当中的 数十亿人就不可怜了 那几万名好不容易 在末世中生存下来 又被十月给杀死 华须国人就不可怜了 混乱的世道之下 悲天悯人的情绪 是需要有实力来做铺垫的 白墨等人所在的房间 这个房间里住的 基本都是外国人 其中包括几名海外侨民 白墨当时被张义给 吓晕过去了 让其他人抬了回来 他醒来之后 口里就一直喃喃念着 Oh my God 他害怕极了 生怕自己也会像 山田正南一样 被扔进大海里 变成冰戈的 太恐怖了 这一切太恐怖了 白墨捂着脑袋 痛苦地说道 睡在他对面的艾森曼 急忙冲他做了一个 噤声的手势 然后目光示意了一下 其他人 又示意了一下门外 白墨猛然惊醒 车海城出卖了 严流团的两名 拟红人之后 让船上的人 尤其是他们这些外国人 产生了恐惧的情绪 如果表现出 对张义和其他船员的不满 很可能会被 打小报告送上去 他赶忙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两久之后 故意高声说道 张先生做得 实在是太正确了 实际上 我也特别地痛恨尼红人 他们早就该死了 艾森曼也跟着附和道 坚决拥护船长的一切决定 这两个人一开口 房间里其他人也醒悟过来 一个比一个声音大的 开始表忠心 因为车海城这个家伙 可能就在外面偷听 甚至这个房间里的其他人 都可能会举报他们 车海城这时候 推门走了进来 看到眼前的一幕 满脸都是嘲讽之色 有可 各位的思想觉悟 什么时候如此之高了 只可惜 他反手把门给关上 他们都不在这里 你们的话 他们听不见 他肉 囊囊的脸上 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 目光冷冷地扫射过众人 各位 从今以后 我就是张先生的代言人了 希望你们不要发表 不恰当的言论 尤其是 不要随便议论他老人家 以及船上的其他大人们 一股寒流 瞬间在每个人的身体里穿过 让他们脊背发凉 下意识地缩了缩 山田正南等三个霓虹人 被扔下海之后 第二天 车海城就匆匆忙忙跑过来找他 下层舱里的人想要上来 必须经过看守船员的同意 不过车海城之前举报有功 看守的船员就答应 帮他向张义通船 张义打开门 询问那名船员有什么事 船员说道 是那个新罗老友是找您 看他的模样 八成是想要跟您打小报告邀功吗 张义的嘴角 浮现出一抹讥讽的神色 这种狗东西 咬自己人倒是很有一手 而且还不止这些呢 从昨天晚上开始 就有好几个人偷偷跑过来 跟我们举报他们身边的人 船长 他们私下里对您好像有很大意见 经常会被地里偷偷地 说您坏话 您看 要不要处理一下 船员做了一个下切的手势 张义瞥了他一眼 满眼的不以为意 以前上班的时候 我的同事每天都在那里骂领导 嘴上喊着要离职 可是过去五六年了 仍然是那批人在岗位上 遇到领导的时候 开心的仿佛是他亲儿子 人的嘴巴被地里 永远都是最坏的 哪怕再好的朋友 都会说你坏话 更别说他们了 张义抱着胳膊 淡淡地说道 我很讨厌 这种风气 告诉他们 如果不是大事 不要过来打扰我 船员若有所思地低头想了想 那 怎样才算是大事呢 嗯 张义想了想 反倒是忍不住笑了 其实对他来说 还真没有什么事情 能算作大事的 在拥有绝对实力的前提下 普通人的一切行为 在他眼里 最多不过是笑料罢了 你自己判断吧 张义说完就冲他摆了摆手 船员挠了挠头 似懂非懂地 离开了张义房间门口 举报失败的车海诚 有些郁闷 他本来还以为 能够靠着这个 获取张义的信任 在船上一步步 爬到权力层 最起码 也要成为特权人物 这一套 他在新罗的高层 玩得非常熟练 只可惜这一回 金风号上的最高统治者 不是很喜欢搞这一套 张义杜绝了这股 相互举报的歪风邪气 让马文正 李宗玉等一些人 对他的看法大好 不管对张义之前的做法 保持怎样的态度 起码从这件事情当中 可以看出 张义不是一个 喜欢玩弄权术和人心的人 转天到了饭店 苏暖西戴上了一个帽子 遮住自己的脸 昨天那件事情发生之后 他已经没脸见人了 虽然那玩意 他也不是没有吃过 可被一个老头子诱骗着 当不品吃下去 可是不一样的性质 来到食堂之后 苏暖西走过去排队 等着老谢给打饭 要一份标准餐 五分米饭 众人见到苏暖西 顿时笑道 小苏 听说你昨天又气哭过去了 苏暖西小脸一白 脸上青筋都冒了起来 胡说 我 我怎么会哭 我那是打呼噜 打呼噜的声音 又一名船员高声道 别瞎说了 我亲眼看到你哭红了鼻子 这 哀叹 哀叹 大家闺秀的事情 怎么能算哭呢 顿时食堂里 响起了众人愉快的笑声 谢长明一脸玩味地看着他 却伸手 从下面取出了一份 标准餐地给他 这就是你今天的伙食 苏暖西也没有细看 匆匆忙忙把食物取走 然后回到自己房间去吃 此时的他 可没有勇气继续待在这里 否则不知道要被传员们 议论成什么样子 回到房间之后 他拿起勺子 快了一口饭菜送到嘴里 可是吃了几口之后 忽然觉得味道不是很对 苏暖西皱起了眉头 一开始还以为是今天的特色菜 可是越吃越觉得不对劲 哇 他一口 把饭菜吐了出来 咀嚼了半天才发现 这饭菜都变质了 米饭倒还好 可油炸蔬菜绝对有问题 还有速冻鸡肉也不新鲜 因为用热油炸过 所以一开始吃着 没有感觉出来 然而多吃几口 以他挑剔的味蕾 自然能发现不对劲 今天的饭菜怎么了 苏暖西扒拉了几下饭时 仔细一看之下 他竟然在上面看到了煤斑 哦 他趴在一个就水桶旁 大口大口地呕吐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他气冲冲地跑过去 找谢长明心事问罪 老谢 怎么你今天做的饭菜 都是变质的 他愤怒地说道 谢长明此时和其他人 正坐在桌子上吃饭 可看着他的表情 却带着细血的笑容 对于他的到来 每个人都不意外 大家的脸上 非常有默契的样子 让苏暖西很不自在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吗 我吃到坏的食物了呀 谢长明用筷子 指了指他的餐盘 你忘了呀 昨天你可是说过的 那些有问题的食品 反正又吃不死人 所以 船长让我接下来一星期 都给你吃这种东西 想必苏小姐说话算话 应该不会有什么意见 苏暖西愣了一下 随机气得跺着脚哭骂道 可是这东西 不是给人吃的呀 这明明是猪食 好难吃 我根本吃不下去啊 老田指出了 他话语中的错误 你这就不对了 我们老家喂猪的时候 用的也都是优质饲料 谁会喂变质的食物啊 你们 你们 这不是欺负人吗 苏暖西气得小珍珠 一颗颗往下掉 船员们丝毫不同情他 反而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不是你昨天自己要求的吗 我们也没办法 接下来一星期 你都是这种伙食标准 你自己说的 反正吃不死人啊 苏暖西一想到 接下来一星期 都要吃这种食物 又忍不住捂着嘴干呕了起来 可是没有人同情他 大家只是在看热闹 然后当他是一道美味的下酒菜 当然 没有他 大家也照样这么过 苏暖西见到没有人搭理他 狂飙小珍珠 哭哭唧唧的 就跑过去找朱云雀诉苦 可是此时 朱云雀心里面也很烦躁 汤米又在那里哭闹了 吵得他心烦意乱 怎么哄都哄不好 这让朱云雀近乎于崩溃 甚至有些时候 他悄悄把手放到他的脖子上 我真是疯了 当初为什么要接这个累赘 他愤懑地想到 这个时候 苏暖西跑过来找他 他当然没有好气 这不是你自己挑的吗 非常给自己惹麻烦 你就惹人好了 反正也就一个星期 可是 我怕吃坏肚子啊 你昨天不是说吃不死人吗 朱云雀在气头上 说话也是尖酸刻薄 苏暖西委屈极了 又不敢真的和朱云雀闹翻脸 回到房间之后 他蜷缩在角落里 抱紧了自己的膝盖 感觉全世界都在鼓励他 可是肚子的饥饿 是非常明显的 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之后七天时间里 他都没有正常的食物可以吃 所以思来想去 犹豫了几个小时之后 他决定过去找张义好好谈一谈 于是 他来到张义的房间门口 敲响了张义的门 谁啊 是我 苏暖西 张先生 我有事想要跟你谈谈 张义 打开门 就见到苏暖西 眼睛红红的紧紧抿着嘴 站在门前 双手不安地搅动在一起 张义的嘴角 浮现出一抹促侠的微笑 你来做什么 苏暖西抽气了两下 小珍珠已经絮絮落下 张先生你好 我是苏暖西 我要来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在这里 首先我对自己昨天的态度 诚恳地跟你道歉 事情发生到现在这段时间里 我一直在思考 反思 当我真正的 客观的 深刻的理解 你给我说的道理之后 我真的很自责 很羞愧 很讨厌自己 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无知 这么偏执 我接受你的批评 同时也给你一个直接 明确的交代 真的知道错了 他说着说着 吾起嘴巴 呜呜呜呜地说道 所以 能不能不要给我吃过七食品啊 呜呜 张义满意地点了点头 过而能改 善莫打烟 你知道 错了就好 苏暖西的手挡在面部 小心翼翼地露出眼睛 观察着张义的神色 所以说 你肯原谅我了对不对 我是不是不用吃过七食品了 张义笑了 他摇了摇头 不可以 眼泪在我这里可不值钱 你还是多吃几顿那种饭菜 才会长记性 苏暖西焦急地说道 我会死的 那种东西猪都不吃 要是我吃坏了 身体怎么办 张义自信地笑道 哦 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 我们有最好的医生 苏暖西 苏暖西当天晚上就闹了肚子 疼得死去活来 不过这个问题相当好解决 有周可儿在 这种小毛病 反正也不会死人 最多就是 会让他遭罪就是了 张义很讨厌 他那种圣母的性格 因此嘱咐过周可儿 给他治病 治了 但不能全治 多少得让他吃一些苦头才行 周可儿笑眯眯地说道 这个好办 如果一个医生想让病人痛苦 那他将会有一百种方法 说完 他放下了手中的普通无痛针管 转而取出了一只 大号的玻璃针管 通常那是用来给母猪注射使用的 总之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苏暖西切切实实地品尝到 什么叫做痛不欲生 活着都费劲的他 也没办法再给张义添麻烦了 可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和纷争 这样的瓶颈 没有能够维持下来 很快底层舱的人 又闹起了巨大的动静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张义照常在甲板上溜达 顺便观察一下海面 警方有危险出现 忽然之间 他的耳边响起了一阵嘈杂的声音 仿佛是有一个拙劣的乡村乐团 在船舱里面激烈地演奏 伴随着的 还有吵闹的呐喊声 什么情况 张义眉头一皱 他察觉到声音的来源 是底层生活舱 在那里居住的 都是从严流岛上 带回来的侨民与国人 这一批人 在京风号上的生活水平 是最差的 但那也仅仅是相对而论 张义不会让他们缺一少时 比起在严流岛上 起码强到天边去了 如果不是因为朱云雀的央求 以及张义考虑到 需要往天海市补充人口 他都未必会带这些人回来 就在这时 老田和几名船员 手里拿着武器 骂骂咧咧地 从控制室往那边走过去 他们从甲板上路过的时候 看到了张义 老田赶紧过来 跟张义打招呼 船长 下面的那些家伙在闹事 我过去看一下 张义望了一眼 夜色下的冰海 似乎有 某种隐秘而危险的东西 潜伏在深海之中 按照海洋生物的习性 巨兽一般都生活在深海 轻易不会来到海面上活动 所以想要遇到 一头巨大的海怪 并不是意识 张义左右无视 顺便也想看看 那些家伙在闹什么 于是他便说道 我跟你们一块过去看看吧 他和老田等人 一块前往底层舱 查看状况 生活区域一共分为三层 想要前往底层舱 就得经过中间舱 也就是沿流团 所生活的区域 而此时 麻烦已经蔓延到中间层来了 许多底层舱的居民 拿着锅碗瓢盆 一切能够制造声音的东西 爬到中间层 悄悄打打 不断地吆喝着 我们吃不饱饭 给我们吃的 凭什么你们上面的人 可以大鱼大肉 我们连米饭都吃不饱 给我们吃的 给我们吃的 中间层的大门 平日里都是锁着的 不许他们随意进出 而下层通往中间层的大门 则是已经被下层的一些居民 给打破了 张义让人端着枪 对准下面 一旦那些家伙想要暴乱 直接开枪 张义毫不留情面地说道 是 船员们嘴角浮现出冷笑 齐声说道 他们哪一个不是杀人如马 从来不会把这种小动静 放在眼里 一名船员走过去 把船舱的门给打开了 就见到下面的过道里 密密麻麻全都是人 这些都是底层舱的居民 而言流团的那些人 则是躲在房间里 不敢出来 看到张义和老田出现了 那些人的声音 一时间小了不少 张义和老田的威压还是在的 他们不敢放肆 最关键的是 张义他们有枪 这可比千言万语多管用 不过 最前面还是有几个人 鼓起勇气走上前来 大声对张义说道 张先生 我们要求得到足够的食物 你答应过我们的 让我们能吃饱饭 现在大家都快要饿死了 你不能说话不算话 身后几个人也跟着叫喊道 对 凭什么上面的人 都可以大鱼大肉的 我们连稀饭都吃不饱 这不公平 我们也要活着 我们要吃饭 张义缓缓举起一根手指 放在嘴前 他没有大吼大叫 只是凭劲又冰冷地说了一句话 把你们的嘴巴 给我闭上 张义的眼睛里 那股害人的杀气 让带头的几个家伙 也未切地闭上了嘴巴 老田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说过 每个人的伙食 要定时定量供应吗 老田立刻对一个属下喊道 去 把老谢给我喊过来 问问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下面的人见到张义 抱着处理问题的态度 也不闹了 就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等着 张义对他们说道 别老是在这里待着了 冷风灌进来挺冷的 我们换个地方 好好聊聊这个问题 食物方面 张义从来不会多给 但也不会客口 他一空间当中的物资 非常充足 而这些难民 竟然喊吃不饱饭 其中一定有什么模拟 张义必须弄清楚 如果真的是有人 客口了他们的食物 张义会秉公处理 可如果是他们贪心不足 认为自己的食物不好吃 而故意丢掉 或者是纯粹想提升生活水平 获得与中上层舱一样的食物 张义可不会惯着他们 这是离开严流岛十天以来 第一次发生大规模的动乱 张义直接把整艘船上 所有人都叫到了 甲板上层的一个仓库房间里 在这里举行临时调查会 不到二十分钟 除了几名留守在控制室的船员以外 其他人全都到齐了 大家精卫分明 不同舱的人占据着不同的位置 房间里没有那么多椅子 大部分人都是席地而坐 或者靠墙站着 朱云却皱着眉头 询问张义道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张义看了 他一眼淡淡地说道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他喊来了之前 那个带头闹事的家伙 那是一名渔民叫鲁大海 当初末世之后 乘着渔船去的严流岛 他还有两个兄弟 一个叫熔磊 另一个叫鱼缸 三个人都是一艘船上的生意伙伴 鲁大海站出来 理直气壮地说出了 底层舱缺少食物的事实 我们的食物供应 一直都缺精少两 大家每天寄一顿饱一顿 张先生 一开始我们没啥好说的 您能大慈大悲带我们离开 已经是救命之恩了 所以就算没吃的 我们也就忍了 大不了饿一饿肚子 张义皱起了眉头 每个人的食物供应 都是定量的 不会少一个人 除非你们当中 有人胃口太大 那就得反思一下 自己的原因了 你们要少吃一点 当你们饥饿的时候 只有一种烦恼 可是吃饱了以后 就会有无数种烦恼 鲁大海赶忙说道 我们吃的可没多少 大人只能吃个半饱 孩子吃个七成饱 就差不多了 虽然我们当中 有干苦力的渔民 饭量大 可也不能差这么多 谢长明此时不乐意了 他走上前去 指着鲁大海的鼻子就开骂 你TMD少 给我指桑骂华呀 你那意思 我还能克扣你们吃的不成 鲁大海低着头 悄默默地盯着谢长明和张义看 虽然没有回答 可是意思不言而喻 张义也不气恼 继续喊来人询问 既然这样 你们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要闹事呢 难不成是饿死了人 这个时候 几名船员的表情 变得不自在起来 就连坐在张义旁边的猪云雀 都悄悄皱眉 似乎有什么事情不好说出口 这种诡异的气氛 张义当然明白 一定发生了什么 他不知道的事情 可是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食物会短缺 谢长明不可能恪扣食物的 因为那玩意 他留着也毫无意义 船员们吃的东西 比那好多了 老田 张义给老田使了一个眼色 那目光当中充满了询问 张义的意思不言而喻 船上的事情 日常都是交给老田去管的 发生了这些事情 张义可以不知情 但老田要是毫不知晓 那就是他的失职了 老田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张先生 其实是这么回事 老田对张义等人娓娓道来 这才让大家基本上 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 底层舱那边缺少食物的问题 从一开始就存在了 原因不明 老田他们也懒得去管这种事情 毕竟底层舱吃的都是大锅饭 每天只要把桶拎过去 就由着他们自己怎么吃喝 张义分配的物资没有问题 的确是按人按量供应 理论上是够的 可后来不知道 哪里出了岔子 如果只是这样 倒不至于让他们心生怨愤 吃不饱 但也饿不死 可是 还是那个老问题 船员们在海上时间久了 自然也会寂寞 也会需要心灵与身体层面的慰藉 于是 他们经常会跑到下面去 找岩流团或者底层舱的女人 以及少部分男人 岩流团的人数少些 底层舱的女人相对比较多 而他们缺少食物 反倒是让船员们 有了可以交换的筹码 后来 这种接触变得多了 底层舱的人 时常能够来到中上层 看到他们所吃的食物 人原本无惧黑暗 但偏偏让他看到了光明 他心中的欲望 就会被勾起来 那些底层舱一直吃不饱饭的人 慢慢知晓 上面两层的人 过着怎样奢侈的生活 听一些人绘声绘色地 讲述着水手的船员餐 顿顿都是大鱼大肉 哪怕他们头上中间舱的人 也时常能够获得丰盛的蛋白质 这才让底层舱的人情绪失控 最终演变成了 今天这一场骚乱 不是突如其来的 而是积蓄已久 卢大海望着张艺 他有黑的皮肤 在灯光下 反射着有些刺眼的光芒 张先生 我们不是不知道感恩 也不想跟您作对 但是我们好歹是同胞啊 凭什么这些外国人 他指着严流团的那几个外国人说道 这让白沫等人吓了一跳 你不要胡说八道 外国人怎么了 我也可以劳动 我也可以爱华虚果 张艺搓了搓手 事情的前因后果 我已经弄清楚了 问题的根源 还是在于饭不够吃 对吧 底层舱的人起起点头 张艺看了一眼谢长明 老谢 怎么回事 谢长明急忙解释道 张先生 您就是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违背您的命令 克扣他们的食物 再说了 我要 那么多吃的 有什么用 张艺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他的目光掠过朱云雀的时候 他的脸上明显出现了不自在的表情 而张艺却笑得很古怪 他从沙发上站起身来 走到仓库的中间 食物方面 其实不会少 但大家依旧吃不饱饭 这是什么原因 大家火也不明白 张艺举起一根手指头 理由很简单 这只不过是个基础的算术题罢了 小学生都懂的 说着 他走到底层舱 一个小男孩的跟前 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小朋友 叔叔考考你 如果食物的总量不变 什么样的情况 才能让人均分得的食物变少了呢 那个小男孩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人变多就可以了 张艺笑眯眯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真聪明 事情的真相只有一个 那就是底层舱那边 有偷渡者 张艺笑眯眯地说道 此话一出 整个仓库里面顿时乱了起来 所有人都在议论 什么 有偷渡者 不可能吧 当时把手得那么严 怎么会把人放上来 老田急忙对张艺说道 张先生 我们可是对上船的人员 进行了严格的筛选 不会有人钻空子的 张艺想到了那个时候 他看到的 利用钩锁偷爬上船的家伙们 南洋的某些国度 多的是擅长攀爬的人 甚至有些人 可能兼职坐着海盗 正常来说 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情况 但要是有人理应外合 可就说不准了 张艺的目光 落在朱云雀的身上 眼睛里带着细血的笑意 而这个眼神 却让朱云雀如坠冰枯 下意识地挪开目光 浑身不自在 在金风号上 朱云雀的权限理论上 仅次于张艺 毕竟人人都知道 她是江南大区统帅的亲侄女 张艺在小事情上 也会照顾她点面子 更别说老田等人了 当时的船上 能够给偷渡者打掩护 让他们顺利住进 底层舱的人 只有两个 要么是朱云雀 要么是周可尔 不过周可尔没有那么蠢 他一切都是以张艺为中心的 那就只剩下朱云雀 这一种可能性 而看到朱云雀躲闪的目光之后 张艺已经彻底确信了这一点 朱云雀浑身不自在 已经准备好 被张艺痛骂一顿 事情的真相 如同张艺猜想的那样 的确是朱云雀 给一群偷渡者开了后门 大概有20号人左右 他们为了活着 拼了命地爬上这艘大船 当初像他们这么做的人 骑马上百 大部分人都被老田带人 拿枪打下海里去了 而朱云雀见识到 那种尸体下饺子一般 落入滨海的惨状 于心不忍 给他们打掩护 并且带着他们 进入了底层舱 船上的人都是差不多的面孔 平日里说的语言也很繁杂 交流不算多 只要减少跟外人的接触 就不容易暴露 朱云雀的想法是 先把这些人带到船上来 造成既定事实 到时候 即便是被张艺给发现了 他总不可能狠心 把20多人全给扔下海吧 朱云雀咬着嘴唇 心中暗道 大不了降低我的食物水平 给我禁足 我忍下来就是了 可张艺却没有再理会他一句 朱云雀的想法 张艺也能猜到七七八八 他觉得自己很伟大是吧 想要用自己的牺牲 换取偷渡者的生存 好 很好 张艺向来喜欢成人之美 可以给到他这么一个机会 张艺的目光 扫过眼前这一群人 其中就有一些目光躲闪 极度紧张的偷渡客 他们害怕极了 张艺只需要让老田清点人数 然后挨个排查 就能将他们都给找出来 不过 那么做有什么意义呢 好像除了给人留下恶魔的印象之外 别的什么都做不到 还会让朱云雀 对他产生极坏的观感 他自己却丝毫不会反省 所以 张艺的心中 有了一个更加好玩的想法 他一想到那个计划的趣味性 嘴角都快要扯到耳后跟了 朱小姐 还有苏暖西 你们说 这群偷渡者 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张艺忽然询问身后的朱云雀 和苏暖西两人 所有人都不明所以地 看向两个女人 尤其是那些偷渡者 眼睛死死盯着他们 坠坠不安 仿佛溺水的人 抓住了一根稻草 朱云雀搞不懂张艺的心思 还以为他是在羞辱自己 不过他还是咬着嘴唇 坚持说道 他们都是生命 既然已经活下来了 就不能抛弃他们 我认为 我们应该带着他们 回到华须国 给他们安排生路 偷渡者们望着朱云雀 眼睛里写满了感激 苏暖西眼神古怪地看着张艺 可是犹豫了一番之后 他圣母的本性发作 当然是选择原谅他们了 他们只是想要活着 他们有什么错 老田和盐流团的一些人 或冷笑或无奈地摇头 他们还是太不了解张先生了 以张先生的性格 怎么可能容忍这些偷渡者存在 张艺听完二人的话之后 赞许地点了点头 那好 我原谅他们了 既然上船了 那就留下来好了 所有人 就连老田和朱云雀 也在用一种 看陌生人的眼神 看着张艺 那种感觉 仿佛在问 你是不是被人给夺赦了 只有周可 略微有些诧异地看了一眼张艺 随即便歪着脑袋 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张艺 肯定要搞事情了 那些偷渡客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 对张艺充满了感激 张艺站在人群之中 高声说道 如今末世之中 人命比草剑 大家为了活着哪个不是拼尽了权力 越是在这种时候 我们也是要团结互助 像一家人一样 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我知道 很多人可能对我有些误解 认为我是一个冷血的坏人 可之前那么做 仅仅是条件所迫 事实上 大多数时候 都善良的一批 一些人羞愧地低下了头 为他们之前怀疑过张艺 而感到脸红 所以 张艺大手一挥 我决定留下他们 让他们 与我们一起好好地生活 共度时间 大家说好不好 被张艺这番演讲一带动 整个船舱里面 情绪都变得高亢了起来 好 好 好 众人高兴地齐声呐喊着 张艺满意地点了点头 那好 既然如此 此次事件我就不追究谁的责任了 天也不早了 大家赶紧回去休息吧 底层舱那些偷渡者 如释重负 赶忙扭头 离开了船舱 大部分人看完了热闹 此时还在回味着张艺的善良 事不关己的严流团成员 都陆续离开了 鲁大海几个人 在船舱靠里面的位置 所以出去的时候 排在后面 他总觉得 哪里不对劲 虽然现场的气氛很好 有一种大和谐的感觉 但总觉得 似乎有什么事情给忘记了 思索了半晌 他猛然醒悟过来 不对啊 这不对啊 一开始他们搞事情 是因为食物不够吃的 现在折腾的倒是挺热闹 也挺感人的 可是根本问题压根就没有得到解决 他一拍脑门 赶忙过去找张艺说话 不过他被船员给拦住了 因为此时 张艺正在和朱云雀聊天呢 朱云雀望着张艺 眼睛里流露出 惊奇与感动的神色 你 你不怪我 以你的头脑 应该知道 这件事情 是我擅自做主 我本以为 你会狠狠地惩罚我呢 他咬着嘴唇 低头说道 张艺新说 你特么想得美 我一天天的 哪有时间惩罚你啊 怕不是在国外玩花样玩多了吧 他微笑着 温柔地 仁爱地回答道 不会的 我不怪你 你有什么错误呢 你只不过是 想让大家都好好活下去罢了 张先生 没想到你这个人 竟然这么通情打脸 他歪着脑袋 眼睛亮晶晶地望着张艺 我现在对你的看法 又改变了不少 甚至 我都开始 有些喜欢你了 苏暖熙也在旁边说道 虽然过去 你经常做一些讨人厌的事情 不过这一回 我也得高看你一眼 做得还不错 张艺指着朱云雀 你啊 就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了 我相信 你早就有打算了 对不对 朱云雀轻声咳嗽了两下 嗨嗨 当然了 他抬头看着张艺 笑道 我这不是有你吗 你可是堂堂的调查队大队长 我知道你的能力 空间系 可以随身携带 好多好多的东西 我相信 仅仅二十多人的食物 你应该很轻松就可以解决 张艺心中冷笑 合着你去当好人 麻烦是全让我来干了 得亏你不是我的领导 要不然 我不得让你给气死 表面上 张艺却露出一脸无奈的表情 别别别 朱大小姐 你这么玩 可就真的没意思了 我的空间 也就一个小仓库的规模 里面什么东西都有 光是武器弹药和金风号 所需要的燃油等物资 都占据了一大半的地方 至于食物 我的确带了很多 可你也知道 咱们这一趟航行 来回四个月起步 没有任何的沿途补给 现在船上又多了一百多好人 你也不想想 为什么我对每个人的食物 都精打细算 甚至按照每个人的身份 来提供 就是因为存量不多了 多互在 不多已 张艺 摇了摇头 所以 这一次我是真帮不上你的忙了 不是我不想 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朱云却瞪大了眼睛 你 你真的假的 他开始有些着急了 因为 他能想到的最好方法 就是依赖张艺 否则 这茫茫滨海上面 他上哪去给他二十多人找吃的 回去可是还有接近两个月的时间 就算按照每个人 每天一斤粮食来算 都得六 七千斤呢 张艺平静地说道 我不是没有善心的人 但凡有办法 我当初恨不得 把整个岩流岛的人都救下来 可是咱们的物资 每天消耗量有多大 你真的一点数 都没有吗 朱云却的脸上 写满了尴尬 他头一回出任务 就跑这么远 哪有什么经验 那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总不能让他们天天忍饥挨饿吧 张艺后退两步 摆了摆手 你不应该说我们该怎么办 而是我该怎么办 人是你带过来的 接下来的问题 就交给你全权解决 我为了避嫌 不会参与 张艺高举双手 示意自己不会插手 然后微笑着缓步离开 一转身 张艺脸上的笑容 就变成了讥笑 实际上 他一空间里的物资 还有非常多 毕竟 那可是足够供应 整个庇护所使用200年的物资 但他凭什么用自己的东西 心泛滥惹下的麻烦 就让他自己去解决好了 朱正也说了 这一次 就是让朱云雀过来历练的 只要张艺不出手 底层仓早晚会出现大乱 到了那个时候 想必一定会出现 非常有意思的结局 张艺一想到那景象 笑容就更灿烂了 他哼着歌 慢悠悠地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在黑暗的对面是光明 光明后面是阴影 正义 邪恶是谁有权定义 张艺当起了甩手掌柜 懒得掺和朱云雀的烂摊子 这顿时让他犯了难 朱家大小姐这辈子 头一回因为吃的东西 而开始发愁 然而茫茫大海 他除了依赖张艺 还能从哪里弄来食物 可张艺都明明白白地拒绝了 一开始也是他未经张艺允许 私自放人上船在先 他不占领 朱云雀眉头紧锁 只好回到房间 打算慢慢想办法 回去之后 他把这件事情 和他临时的 好闺蜜苏暖熙说了一遍 苏暖熙闻言之后 顿时气愤地说道 那个姓张的也太过分了吧 这不是为难你吗 你堂堂朱家大小姐 哪有心思给他们 处理吃喝拉撒的破事情 我看他是丝毫 没有摆清楚自己的位置 你就是对他太好了 不然靠着你大伯的关系 朱云雀打断了他的话 行了行了 我也不是喜欢 仗势气人的人吗 他也不好意思跟苏暖熙说 自己压根管不了张艺 毕竟出身官患人家 脸面还是要的 可现在没有他点头 我上哪去弄那么多食物 给底层传仓的二十多人 苏暖熙掰着手指头 算到还不止呢 除了吃的东西 日常还需要用到 其他生活用品 都会出现短缺 姨妈精 红糖 药物 卫生纸 淡水 都不够用的 朱云雀越想越头疼 长叹了一口气 突然 苏暖熙灵机一动 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有了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朱云雀顿时看向他 你有什么办法 苏暖熙嘻嘻一笑 我有个办法 可以先解决食物的问题 在朱云雀的询问下 他也不卖关子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姓张的那边不好说话 可是船上的其他人 总得给你面子吧 哼 我看那些船员们 整日里都是大鱼大肉的 饭菜吃不完 都要倒进海里去 实在是太浪费了 不如号召他们 节约下来一部分粮食 每个人只需要 拿出三分之一的食物 捐赠给底层舱的人 绝对能够满足他们的温饱 朱云雀眼珠子转了转 不由地暗暗思索到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 张义对身边的人 一向非常大方 船员们的饮用标准非常高 不仅食物丰盛 而且每个人每天 都是按照普通人 一天半的分量供应 这也导致他们的生活水平 比起中下两层船舱的人 异常奢侈 每天都会有不少 剩菜剩饭需要倒掉 朱云雀眼睛里 露出得意的光芒 他想好了 明天就去找老田 提出这个要求 想来以他的身份 只是过去索要一些食物 那些人多少得给他点面子 虽然这些量不算多 可也能够维持底层舱内 那二十多人的基本生存了 这也算是解决了 当前最主要的矛盾 张燕 我就让你看看 我能不能解决船上的问题 朱云雀轻哼一声 心头暂时放下了一块石头 忽然 耳边又响起婴儿 哇哇大哭的声音 苏暖西急忙说道 呀 他又尿了 两个女人手忙脚乱地 给他换尿布 却没有注意到 孩子的屁股早就哦得通红 第二天一早 朱云雀趁着吃饭的时间 找到了老田 田大富 能不能过来聊两句 有件事情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朱云雀笑盈盈地 把老田喊了过去 老田手里拿着一根鸡腿 满脸疑惑 朱云雀平日里骨子里 透着一股高冷 哪怕对他们笑 都带着本能的疏远 可是今天 他却显得有些刻意清静 无视现殷勤 非奸即盗 老田心里面嘀咕了一声 还是笑着走过去 朱小姐 有什么事吗 是不是早上的饭菜不合胃口 老田跟着朱云雀 来到了食堂的角落 笑呵呵地问道 对这位朱家大小姐 他还是得小心讨好的 朱云雀摇了摇头 倒不是这个问题 虽然饭菜的味道一般 可也能下咽 我找你来 是想请你 帮我一个忙 怎么样 这个面子你不会不给吧 面对朱云雀那询问的眼神 老田打了个哈哈 乔丁这话说的 您想让我们做什么 和船上说一声 不就得了吗 找我们下属 岂不是有失身份 朱云雀轻声咳嗽了一下 这件事情不是什么大事 用不着通过张先生吗 老田微微皱眉 那您说来 我听一听 朱云雀说道 我想请你们帮忙 做一件善事 他将自己的目的 合盘托出 就是要求船上 十几名船员 每日节约一部分伙食 然后提供给 底层舱的偷渡客们 你们每天的伙食 非常丰盛 都吃不完 我上次还见到你们 把没吃完的米饭 往大海里扔呢 你瞧 反正扔了也是浪费 倒不如拿出去做 见好事 我呀 也会感念你们的好 朱云雀笑盈盈地望着老田 他觉得 老田一定会答应 又能讨好大区统帅的亲侄女 他何乐而不为 可谁知道 事情的发展 并非他想象的那样 老田默默听完之后 没有给予答复 而是反问道 这件事情 您和我们船长商量了吗 朱云雀面色微变 如果让张义知道了 他岂不是得被张义冷嘲 热讽两句 所以 他才决定先掌后奏 直接找老田 把事情定了 这种事 用不着打扰张先生了吧 朱云雀不自在地说道 老田听到他这么一说 眼神顽围为了起来 腰杆也挺直了 这样的话 我可就有些难办了 他长叹了一口气 一脸为难的模样 朱云雀瞪大了眼睛 这怎么会难办 你们吃不完的食物 分一下出去就好了 大不了 挑那些你们不爱吃的东西吗 这有什么难的 老田却解释到 每一名船员 被引用标准 那可是我们船长 特地定下来的 远洋航行 本身就是 一件非常考验意志的事情 船长为我们考虑得很周到 在饮食方面 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们 只有吃饱了饭 船员们才能打起 十二分精神工作 哼 至于这个饭菜 吃不完就扔的问题吗 这种事都说不准 也保不齐谁哪天胃口不好 少吃两口 要是遇到重活 胃口大开吃的也多 我要是按照您 说的做了 这饭量上面 可不好协调 大家吃得不好 干活也没精神 在这茫茫大海上 很容易出事 朱云雀正要张口争辩 老田丝毫不给他机会 抢先说道 所以标准餐量 都是船长经过 深思熟虑才定下的 要不这样 他下命令 我才敢更改 否则这种事情 我做不了主啊 朱云雀怎么都想不到 自己连一个老田 都指挥不了 偏生老田说的阵阵有词 他还不知道 该如何反驳 那就真的 没什么好办法了吗 朱云雀的语气 都有些要求了 老田文言 也不敢真的 把朱云雀得罪死了 他又不是张义 没那么大的胆量 老田摸着自己的大胡子 仔细想了想 才给出一个办法来 这样吧 每天我们吃完饭 剩下的饭菜 不管多少 收集起来 可以给他们送过去 这样也能让几个人 吃上两口吧 朱云雀毫不犹豫地 否决了这个提议 这个绝对不行 他们都是人 不是牲口 怎么可以让他们 吃你们的口水 老田笑道 朱小姐 现在这种时候 人命比草剑 我在天海市遭罪的时候 别说干水了 嗖水 我都吃过 朱云雀不停地摇头 接受不了这种做法 这不可能 底层仓一百多号人 如果给一部分人 吃正常的食物 一部分人吃干水 肯定会闹起来 老田冷笑了一声 对于那些偷渡客 不屑一顾 说不定他们会抢着 吃我们的干水呢 干水怎么了 他们船员的 伙食标准一级棒 剩饭里面 还有肥肉和鸡骨头呢 就这都比底层仓的 伙食要强 君不见上个世纪 新罗的老百姓 还喜欢捡哥伦维亚士兵 扔的垃圾煮着吃呢 海美其名曰 部队锅 难民 已经不能用 一般人的标准去对待了 能给他们一口吃的 让他们活着 就是天大的恩赐 朱云雀不住地摇头 不管老田怎么劝 都不同意这样去做 老田也无奈了 那我就没办法了 您自己看着办吧 朱云雀咬了咬牙 等一等 如果这个办法不行的话 我还有一个办法 他昨天想了一夜 自己也想到一条妙计 老田洗耳恭听 朱云雀指着汪洋大海道 咱们是在海上 其实海里有很多鱼 这都是非常好的食材 我想发动 大家一起去钓鱼 补充我们的食物仓库 这样一来 说不定不仅能够解决 食物短缺的问题 还能扩大存储呢 朱云雀很为自己的 聪明才智骄傲 因为航行了那么久 张义就没有想过 要通过海钓来补充食物 然而 老田却毫不犹豫地 否决了他的提议 朱小姐 这个想法很不错 但完全实现不了 朱云雀不高兴了 怎么不行了 老田 我也是经常出海的人 也乘着游轮去海钓过 海里的大鱼很多 一条鱼就能够 好几个人吃一顿的 为什么不行 你回答我 张义微笑着没有回答 而是转移了话题 天不早了 都回去休息吧 他转身走开 而鲁大海见状 赶忙朝这边喊道 张先生 张先生 我有事 我还有事找您啊 张义的眼中 有种深邃的光芒 一闪而过 有什么事情过来说吧 鲁大海跟着张义来到门外 外面此时 还有一些底层舱的人没走 其中就包括鲁大海的两个兄弟 荣磊和鱼刚 他们都是回过未来 发现事情根本没有得到解决 这才留下来 找张义要个说法 张义走过去 淡淡地问道 各位 你们怎么还不回去啊 外面挺冷的 你们受得了吗 零下几十度的低温 的确有些折磨人 他们可不像张义 穿着最高级的防寒服 不过为了吃饱饭 他们还是得咬牙留在这里 鲁大海说道 张先生 这件事情还没有解决啊 那些偷渡者留了下来 我们的食物 能不能增加一些供应 不然还是不够吃的 一群人连连点头 表示赞同鲁大海的说法 张义瞥了他一眼 笑道 你觉得船上的储备粮 能有多少呢 我们从华须国来到这里 一路上赶了两个月的路程 在沿流岛 也没有得到任何补给 马上又得赶回去 你好像是做渔民的吧 你应该知道 这种情况下船上的补给 还剩下多少 鲁大海文言 立刻就变了脸色 因为根据他的海上经验 此时船上的物资所剩 不会太多了 张义叹了口气 我也只是在勉强维持着 船上的物资供给 原本没打算带上你们 可是谁让我心地善良呢 硬着头皮带你们所有人回去 食物方面也必须严格地控制 否则大家到头来都要饿死 你能不能明白 此时此刻 底层舱的这些乘客 才明白张义有多不容易 尤其是几个渔民 比谁都清楚远洋航行的不易 对不起 张先生 我们给您添麻烦了 可是 我看船上其他人吃的 也不错呀 鱼缸嘟囔了一句 然后抬起头小心看着张义的表情 张义说道 他们都是海员 当然要优先保障他们的食物 总之 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办法 你们下面的食物 就是定量供应的 他停顿了一下 然后重重强调了一遍 是按照一开始上传的人数 用最合理的方式 给出的食物量 现在 多了二十几个偷渡客 大家就咬咬牙辛苦一下 发扬一下精神吗 大家一起饿肚子 总好过让他们死掉墙 鲁大海听着张义的这番话 脑海当中忽然闪过一道灵光 张义 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鲁大海是吧 你是个很不错的人 我相信 你能够理解我的做法 食物是有限的 但是多出了一些人 谁也没法搞定 说到这里 张义叹了口气 早知道这样 控制一下上传的人数就好了 这人一少 食物不就够吃了吗 说完 张义转身离开 消失在夜色之中 留下鲁大海待在原地 低头沉思了许久 荣磊和鱼刚走过来 询问道 鲁大哥 张先生说的是什么意思 他到底有没有帮我们解决吃的问题啊 鲁大海抬起头 看了一眼自己的两个兄弟 随后缓缓说道 如解 熔磊和鱼刚 哈 那到底解决 还是没解决啊 鲁大海长叹了一口气 你品 你细品 他的目光中 闪过一抹英质的表情 下意识地 他看向了茫茫的黑暗滨海 这艘船仿佛一艘与世隔绝的孤岛 而他们都是岛上的幸存者 不过因为食物的问题 矛盾早晚都会爆发 他隐约意识到 张义是在点他怎么去做 可是他拿不准 如果这一步走错了 也会让他自身陷入险境 先回去吧 外面搜冷搜冷的 熔磊抱着胳膊 瑟瑟发抖 鲁大海点了点头 搂着两个弟兄 就往下面船舱走去 而另一边 张义刚刚回去 就被朱云雀给堵住了去路 张先生 你走得太匆忙了吧 朱云雀抱着胳膊 好整以侠地看着张义 眼神当中带着几分古怪 怎么了 还有什么问题没解决啊 张义眨了眨眼睛 笑着问道 朱云雀放下胳膊 你跟我过来一下 我想我们之间需要好好聊聊 如何处理这批后上船乘客的问题了 他称呼那批偷渡者 为后上船的乘客 之前没有跟你打招呼 是我的不对 可你现在都已经接纳他们了 总得想办法 将他们给安置好 所以 我希望你能够解决一下 他们的饮食问题 毕竟老是让底层舱的乘客 吃不饱饭也不太合适 张义一脸惊讶 错愕地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呃 我 不会吧 不会吧 朱小姐 你可千万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 张义连连摆手 你可千万别告诉我 你把人带上了船 却不知道怎么解决他们的饮食问题 张义果断摇了摇头 这不可能 你朱小姐这么聪明的女人 不可能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呢 你 这可就没意思了呀 朱云雀愣在了原地 我 她的表情有些慌乱 实际上 当初她发善心 帮那些偷渡者上船的时候 还真没有考虑那些人如何吃喝 只是把他们往船舱里面一塞 就让跟他们 跟着之前底层舱的人生活 她堂堂朱家大小姐 什么时候 因为柴米油盐的问题发过愁啊 苏暖西被山田正南的手段 直接搞破防